第481集 妖月空也是双眼火热 这是圣物著成的兵器 虽然用才很少 且离几道圣兵甚远 但也极其稀罕了 可以排出一个天家 轰的一声 十元中一阵 这些老人真正的出手后 纵然是十人运生出的龙纹黑金剑 也无法逞威 终究是被封住了 他之所以如此凌厉无比 主要是天生交织出的盗鱼里 在怨气的作用下发威 相当于一点残缺的法则力量 这些老人并没有就此收手 各自点出了一只 神盲击手 一道道闪电落下 将黑色的小剑笼罩 这相当于一场洗礼 吃得一声清香 将怨气打散彻底炼化 黑色的小剑失去控制 乌芒终于彻底内敛 叮的一声 龙纹黑金剑坠落在地 将一块真实洞穿 他材质特殊 乃是圣物 极其沉重 竟没入了地下 叶凡赶忙上前 右手一扶 灵动无比 将黑色的小剑牵引了上来 化成一道无光 出现在他的掌心中 虽然不足以寸长 但却沉点点的 比之寻常的精铁重千倍 这样短小 却足有百余金种 运在九窍十人眉心时 他并不沉重 感觉不到异常 真正出事后 其沉重才体现出来 不愧是交织出 盗屿里的兵器 竟有这样玄妙的变化 降服龙纹黑剑后 短暂的沉寂 石元一下子嘈杂起来 一群老头子将叶凡包围 这位小哥将此剑卖给我 十三万金元 出手给我 出手给我 十五万金元 老夫需要他 十八万金元 这些人张口 动辄十几万金元 很多人眼中火辣辣的 在这一刻 石元外沸腾 围观的修士 羡慕而又忌妒 两度切出绝世西针 皆是天家 许多人眼睛都绿了 跟狼一般的 像这边望来 恨不得扑过来抢夺 这枚龙纹黑金剑 交织出了盗屿里 绝对是老辈人物的最爱 价值连城 当然 它一有致命的缺点 实在是太小了 只能以煤来衡量 与正常的兵器相比 就像是一粒小芝麻 许多大人物 即练法宝 动辄就要练坏一座铁峰 即座大山 所用材料 以万金为单位 它的珍贵之处在于 它交织出了 自己的部分法则 且材料是圣物 尽管微小 但依然算是绝世西针 各位前辈 算我自己琢磨下 这些老头子 一个也惹不起 叶凡可不想得罪他们 龙纹黑金简 只有多半寸长 通体乌黑 有点点精盈 在它掌心一动不动 上面有一道道龙形的纹路 玄傲而自然 那是天生的 大道龙纹 亦是其名字的由来 叶凡越开越喜欢 觉得 若是以强大的神石驾驭 绝对无坚不摧 可大大的提升 它的战力 不过 当众切出这宗西针 想要自己留下来 恐怕将有大麻烦 这是 让它很头疼的问题 细想来 它手中的宝贝也不少 如今最重要的是 收集语言 提升境界 给我看看 大夏皇朝的小尼谷 露出袭击之色 叶凡递给了它 白衣小尼谷拖在掌心 大眼眨呀眨 说什么也移不开目光了 大夏皇子再次开口 小兄弟 将它卖给我们吧 他想要购下此剑 我妹妹如此喜欢 身为兄长 我想将其做礼物送给他 老头子我也喜欢 没人送我 只能自己买 旁边的一名老人打去 是啊 身为老家伙 我们呢 只能自己买给自己 小哥 你觉得十八万金元 可以出手吗 白衣小尼谷 将这枚黑色的小剑 还给叶凡 练练不说 大眼瞟呀瞟 难以移开目光 紫衣妖月空笑着开口 小兄弟 你也不要为难 到底卖给谁好 干脆还是放在我们 天妖宝雀拍卖吧 叶凡被众人环绕 很难脱身 就在这时 儒雅的江亿飞进入园中 向老道姑失礼以后 遇上前 勾辞见 同一时间呢 安妙依轻盈走来 如蓝四射的芬芳飘动 谋波如水 巧笑奄然 虽然未多说什么 但也志在此剑 李黑水好不容易挤了进来 诸位 你们申明此剑的来历 是未来圣灵的沙发之兵 是酒窍诗人运出的 这是天地生出的圣剑 所有人都不得不惊叹 造物如此神奇 一枚龙纹黑金圣物 天生在酒窍石门眉心 化生成圣剑 这一切太过的匪夷所思 让人震惊 感觉不可思议 叶凡微笑 诸位前辈 让我仔细考虑下 反正我近期不会离开神城 到时候会给你们一个 满意的交代 自始至终 最为平静的是 道一圣地的少女道士 中天地之灵袖 站在远处 牟子乌兰 淡然处之 叶凡将地上的一大堆圆收起 光芒闪烁 一片晶莹 可谓是收获巨大 又得到了五万金圆 与他对赌的人 一个个脸色灰白 没有一点血色 尤其是吴子明几人 有杀人的冲动 觉得被坑惨了 这就是一个套 等着他们往里钻 黑小子 你们够狠 你 再说我黑 我跟你急 李黑水 爷爷 刚才又是讽刺 又是挖苦我们 现在感觉如何 借用你们嘲笑过我们的话 一下子 从九天之上 跌到地上来了吧 给你们再加一句 还是脸先着地 你 吴子明等人气得浑身颤抖 但也不好发作 如今叶凡元树惊人 被环绕在中心 如众星捧月 包括安妙医 妖月空这样的人物 更不要说 那些大有来历的老人了 他们 可不想去触眉头 叶凡先是切出神窑 而后 又从酒窍 十人中切出圣剑 此刻 自然成为了 炙手可热的人物 许多人都想拉拢他 两位兄弟 我已在最先确定好酒席 今日中午 我们不醉不归 大侠皇子暗中传音 这是早已提前说好的事情 叶凡没有拒绝 答应了下来 今日 荡庆祝 姚月空笑道 他也有这种想法 且此前也提过 在此之前 我要先去还账 叶凡向前走去 来到元师傅 与老道姑面前 将九万金元堆在地上 酒窍 十人可谓天家 如果不是切出了龙文黑金圣剑 那必然是大赔 不远处 换灭宫的太上长老李依水 气得要吐血 这等于是 他在负账 被坑得如此窝囊 名副其实的 上杆子去送元 让他情何以堪呢 今天 我们要好好地聊一聊元术 大夏皇子说道 他的妹妹一跟随在旁 妙依 中午于背上一桌针瑶 已久相敬 不知道小兄弟 有闲侠否 安妙依忽然微笑传疑 这个东荒最美丽的女子 一贫一笑都动人心惊 能够得到她相邀 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事情 她静等叶凡回应 若是传扬出去 定会让神城的许多男子 现眼于忌妒 江亦非白衣无尘 如玉树临风 笑容很有感染力 他没有上前 而是对李黑水开口 想要邀请两人 旁边 不少老人意恨直接 向叶凡伸出橄榄枝 他们看中的 不光是龙文黑金圣剑 更看中他的元术 有这种想法的人 自然不在少数 若是能够 与一个元术天才交好 将来自会有大妙处 神城 是一个风云际会之地 东荒的大能 中州的皇族 北原的巨步 时常惊险踪影 此地的一切 极度的奢华与繁盛 最先却号称神城 八大仙家酒楼之一 悬浮在半空中 这是一片穷楼玉宇 宫殿的一砖一瓦 都是玉石刻出来的 闺美而壮丽 如梦似幻 叶凡与李黑水 婉拒了其他人 与大夏皇子 和妖月空登临最先却 小泥谷自然也同行 白雾缭绕 这片宫阙坐落云端 雕梁画洞金碧辉煌 仿若来到了古天亭 几人腾空而上 踩在白玉阶梯上 向后望去 云雾迷蒙 浮汗下方世界 好像真的登临了仙界 敢问上天 是否有仙 大夏皇子心又感慨 随口吟了一句 叶凡一正 往昔种种 与现在对照 他一阵失神 这个世界 修士可飞天断地 笑傲长空 云雾脚下过 顺兮千里行 若是在故乡 他已是神仙 白玉大道 铺斩向前 如同天之桥 他们漫步在上 一步一步向前走去 许多灵琴针手 在云雾间飞舞 巍峨的宫缺间 十六名妙龄少女 凌空飞来 降落在云雾间 向他们恭敬的诗礼 引领几人向前 最先缺 非常讲究 复古建筑 像是经历过千百事 刻下了岁月的印记 宏伟不失一种 名为底蕴的沉点 李黑水笑道 这里的一切 属于北渊黄金家族 月空兄 你就不怕引来麻烦呀 来者是客 他们不会无力 自砸招牌 邀月空武力惊人 同辈南巡对手 不久前 曾与黄金家族的船人 打了个两败俱伤 结下了仇怨 贵客 这边请 十六名妙龄少女 都是不弱的修士 然而在此 却只能引路 以及帮客人 针灸布菜 叶凡神色一动 南天门 前方红尾巨门上 刻有这样三个骨子 走到这里 脚下到处是云雾 大夏皇子介绍 这是 效仿传说中的 古天亭二界 显然 他是这里的常客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古天亭之说 距今一万多年的清帝 提过一句 他要见天亭 曾列出这样的格局 结果 终究陨落了 邀月空解释道 清帝 是万载前的妖族大帝 是颜如玉的仙人 他究竟活了多少年岁 不可考证 很难说清 叶凡心有怀疑 该不会 真有什么古天亭崩塌了吧 不可能 只是清帝提了那么一句而已 大夏皇子摇头 穿过南天门 前方无比的开阔 分为四片区域 有春夏秋冬四景 这里 叶凡惊讶 远比在地面 见到的开阔 宫阙很多 四大园区 竟有四大季节的 不同景象 这里有四片结界 虽然无法与 古之圣贤开辟的 小世界相比 但也几乎 快自成空间了 北原黄金家族 对空间之道 有很深的造诣 旁边的一名少女 揉声细语 请贵客选择园区 最终 叶凡选择了东京 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后 他还从未见过 雪花飘零的季节 清冷的空气迎面浮来 这片宫阙银装素果 鹅毛大雪飘舞 他们站在宫阙下 眼前一片白茫茫 叶凡一阵失神 想到了过去 同样飘雪的季节 那些人与世 如今 相隔一片星雨 很难再相见了 又相飘来 苍进的梅树 傲雪迎风 在苦寒中绽放花朵 在冷冽中 飘洒晶莹 他们坐下来 一边饮酒 一边看雪赏花 别有一番风情 几杯梅酒下肚 连白衣小尼谷的小脸 都喝得红扑扑的 大眼睛亮晶晶 叶凡打趣 公主殿下 你可是出嫁人 怎么能够饮酒呢 白衣小尼谷 并没有捡去发丝 以雪白的帽子 遮在里面 她皱了皱秀起的鼻子 小声咕弄道 我在入室修行 早听闻佛教 有诸般神通妙述 皆是世间奇数 只是从来未曾见过 腰月空开口说道 叶凡就是想向 佛教方面领 想旁敲侧击 释迦牟尼的消息 不过 大夏皇子 与小尼谷 都没有细谈 现在的佛教是什么呀 过去佛 还是如来佛 叶凡 暗中让李黑水 逮问出这句话 佛就是世尊 没有其他名字 那 释迦牟尼 是什么佛 叶凡漫不经心的问道 白衣小尼谷 红扑扑的小脸 顿时一致 亮晶晶的大眼 盯着小酒杯 不再多说什么了 大夏皇子 神色正重 唉 我们还是不要提 这个名字了 在西末 这是一个禁忌 我也 想确切知道 发生了什么 反变古籍 也只能得出 一句话的结论 从此 佛教侮辱来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叶凡不解的追问 似乎是 佛已经灭渡 大夏皇子 说完这一句 缓缓摇了摇头 李黑水端起酒杯 小熊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他自己引下去 都说到这种地步了 你还支支吾吾干嘛 重新掉我们胃口啊 大夏皇子 名为夏一鸣 白衣小尼姑 名为夏一林 相熟后 几人称呼便随便了起来 说是世尊 又说不是 叛徒可能与他有关 还有说 他是佛的魔窍 大夏皇子 夏一鸣住口 再不肯多说 皇子殿下 都说到这里了 你就不能再具体一点吗 这便是我听闻的一点密心 再无其他 万不可说出去 不然又杀神大祸 什么密心啊 谁会杀我们 我们不要再谈这些了 真的没有一点好处 大夏皇子 夏一鸣坚决地摇头 夏兄 以你的身份 还有忌惮吗 佛舅的事 我们真的不要多说什么 夏一鸣抬眼四顾 望着茫茫大雪 虚弥山 那可不是一般的地方 见他如此 众人也不好深问了 大夏皇子 也确实所知有限 叶凡问了另外一个问题 佛教存在多长时间了 自古长存了呀 小尼姑萝莉夏一鸣 纯净的大眼中 充满了疑惑 一副你怎么连这都不知道的样子 自古长存 叶凡吃惊 佛教先于两千年前的 释迦牟尼早已存在 这让他正正的出神 东方知道佛教的并不多 不知道佛教长存 自然没什么 要悦空笑着对尼姑萝莉说道 叶凡思索 在星空的另一段 关于佛教 虽传为释迦牟尼所创 但是此前就早有佛徒 与其说是其开创 不如说是其发扬 在一些古经中有记载 释迦牟尼游历时 见佛徒损身修行 认为不是正法 此后便有了如来之法 他觉得一下子抓住了什么 便没有再深问了 细细地琢磨了一会儿 才回过神来 宫阙外 一望无银 白茫茫一片 大雪纷飞 梅花幽香自苦寒中来 几人把酒言欢 这桌酒业 价值五百金元 已相当的昂贵 但和传说中的鲜艳比起来 那可真是小屋见大屋了 第四百八十三集 这里的鲜艳 动辄数以万金元 是专为圣主与大能准备的 且需要提前预定 不然的话 光食材就难以凑齐 谈到鲜艳 连天妖宫的少主 妖月空都择舍 叶凡问道 是不是太夸张了点啊 一点也不夸张 以当中的一道菜 神皇翅为例 它真的是以拥有 神皇部分血统的鸟王 烹饪而成 凝聚了其一身的精华 一般的修饰吃下去 可以突破一个境界 叶凡忽然问 有没有天鹏翅啊 以前确实有天鹏宴 不过 老鹏王为此大动干戈 终究因他而取消了 金翅天鹏这道菜 叶凡张了张口 真是一阵无言 先言 一年也没有几次 唯有圣主宴请大能时 才会偶尔一开 我们还是别多想了 不过 我真想喝一杯 先言上的悟道茶 据说连大能 都可能会因此而顿悟 悟道茶 鲜艳上几年也不见得 能出现一次 这种东西是无价神物 整片东荒 只有一株悟道茶树 每年能够采集到 三十几片叶子就不错了 也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呢 叶凡惊讶 书间只有一株悟道茶 在哪儿啊 在不死山中 所有人都倒昔冷气 不死山 唯一东荒七大生命禁区之一 在东部地域偏北 那是一处生命禁区 姚悟空说道 唯一的一株悟道茶树 还长在不死山中 以各种手段 每年也只能传送出来 三十几片叶子而已 那里距离圣牙不远了吧 不错 相距不是很远了 据说圣牙当年 是有人以绝世大法力 从不死山切出来的一座山牙 姚悟空不愧为天妖宫的少主 对很多事情都很了解 叶凡点了点头 这个地方 他必须要走上一趟 而且时间不会太遥远 因为圣牙有九密 圣牙与不死山有关联 大城的荒谷圣 已在那里陨落 牙体被血染成了暗红色 此外 还有大地在那里刻有阵纹 叶凡觉得 那里一定有很多的秘密 忽然 叮咚的月声响起 戈壁宫阙中 一个白衣少女 在独走秦渠 一群灵群都被招引而来 这些宫阙都是敞开的 宫贵客 观雪 赏眉 彼此间有时可见到 叶凡神色一动 是安妙一 安仙子 怎么在此独揍秦渠 打下皇子温道 妙一也在此 定下了酒宴 本玉已久 相亲古风小弟 却被拒绝了 安妙一带眉弯弯 无暇玉容上带着浅笑 古风 是叶凡现在的名字 他不可能以真名 行走神城中 安仙子何必这样说呢 不若我们合在一起 供饮酒如何 叶凡微笑 腰欲夜空 大下皇子一相腰 安妙一轻笑点了点头 翩然而来 他清零而止 大眼睛瞟了一眼叶凡 古风小弟 你是第一个拒绝我的人 妙一 可是很惊愁的 安妙一 轻盈地坐了下来 有一股自然的体香 如蓝四射 他偶尔潜移 妙语如珠 与几人碰杯 很快就融入了进来 一点也没有突兀加入的感觉 大下皇子 雨妖月空等都是非常人 自然不会被一般的美色所动 但是安妙一 却有一种奇异的魅力 让人不由自主地生出好感 她的笑容很甜 古风小弟 妙音请你一杯酒 这下该不会拒绝了吧 叶凡轻饮美酒 下次 我请安仙子月下赏花 一座陪礼 要月空顿时大笑 花钱月下吗 古小弟年纪不大 可不要学坏哦 安妙一白了她一眼 风情万种 她虽出自妙玉安 但平日间冰清玉节 如寒风上的雪莲 圣洁不容血毒 此时笑颜如花 别有一番动人的风雨 我怎么敢 月空兄曲解我的意思 安仙子这样的玉人 堪比广海仙子 上次夜月奏琴曲 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想若是夜月下赔礼 或许可以再度鲜舞 不如安仙子 现在给我们一盏鲜舞吧 大雪纷飞 你们忍心让我在寒风中起舞 安妙一浅笑 但最终还是战起 来到宫阙外的梅书间 她轻舞如云 一笔雪节如一个精灵 在锐血中飘舞 体态婀娜 将一种柔眉展现的淋漓尽致 梅花飞舞 翩翩晶莹 围绕着她旋绕 洁白中带着点点红 将她衬托得更加空灵 其他宫阙中 都传来阵阵的喝彩声 许多人 可见到雪中鲜舞 无暇的身影 不多时 安妙一清零的飘进殿中 连白衣小泥骨都被感染了 与安妙一亲近了不少 古小弟元树清人 到底是如何修成的 他们把酒言欢 终于提到这个问题 这是所有人都想知道的 家传的一些古法而已 难登大雅之堂 古小弟太谦虚了 虽然你只出手了两三次 但亏一般而知全报 向来必有惊世之数 原来传承于元树世家 不知是出在哪一家 叶凡已经知晓 北域有几个元树世家 传承很久远 非常出名 与各大圣地关系默逆 山野小户不值一提 不是什么世家 只是祖辈传下了一些 浅漏元树而已 平日间从不用 姚月空闻听他这样说 果然是高人 不显山漏水的世家 该不会是传承最久远的 元天师一脉吧 那可是天下元树 最强的一只 哪里 我的术法与元天师一脉 没法比 古小弟太谦虚了 我怪你这元树 颇有古风 恐怕不会比元天师那一脉 差多少 北域有几大元树世家 我觉得你的元树 要胜过他们 我见过两个世家的传人 肯定不是你的对手 这自然不用说 我听闻 一个元树世家 曾来过几人 细看过九俏十人 最终 却是放弃了 哪里比得上古小弟 说实话我是懵的 反正已经切出神药 我就仗着胆子堵了一把 叶凡笑着 同时开始转移话题 他不想纠缠这些 李黑水开口了 皇子殿下 你们大夏皇朝 中年都有皇族住在深城 难道队员如此伤心吗 的确还需要 叶凡摇了摇玉杯中的酒水 我曾听到过一些传言 不知是真是假 摇玉空文言也开口 我一有耳闻 夏兄能为我们解惑吗 大夏皇子下一鸣 放下酒杯 你们所听到的一定是 我们家族的祖辈切缘时 从时中得到一部帖书 令我们无可阻挡的崛起 因此而开闯的大夏皇朝 是否 不错 正是这个传说 安妙依亦很关注 殿下 你就续说一下吧 让我们真真切切地了解 第四百八十四集 这一切都是谣言 怎么可能是从时中切出来的 这是先祖太皇所创 代表了一种极道成就 太皇经 唯一中洲四大奇书之一 攻击力中洲无双 隐约见有当时第一之事 据说 唯一能与争锋的是 九秘中的豆子爵 可惜这种无上胜数 每隔数百事才偶尔一线 几乎断了传承 两大攻击圣法 从来没有真正的遭遇过 世人都想知道 数弱数强 可惜一直未能如愿 嗯 我也在想 太皇明镇古今 其术法怎么可能会源自他人 太皇是一个传奇 几近神灵 有人说他可逆行乏先 是一个了不得的盖世人物 当年 其攻击力让整片天下都为之产力 举世无双 黄道龙旗一出 天下无人可与之争锋 古之大地俯视天下 太皇在古史中 留下了不可摸灭的辉煌印记 我大侠皇族之所以 常驻北域神城 只是单纯的需要源 以及园中的西针 众人自不相信 最起码还有其他传言 有人说 他们收集园中的神物 是想练一炉仙丹 也有人说 是想修补一戒圣兵 据北域的古籍记载 十几万年前也就是荒谷时代 曾从石中切出过一个绝世美人 你们说会不会类似于九窍石人 这很难说 或许是古生物被封园中也说不定 据说 当地各大圣地都拦不住 任他逃离而去 原石这一行 不仅仅是赌源 还有更珍贵的东西 谈到源 自然不可避免地提起 叶凡切出的两种奇针 既然为其估量价值 那株人性谁药 残缺得太厉害了 只剩下两只药角而已 最多只值十几万级元 大夏皇子做出这样的判断 妖月空点了点头 其真正价值不超过十五万金元 太古神药比神元还要珍贵 但毕竟太残缺了 毫无疑问 他很有发言权 毕竟天妖宝雀 是神城七大拍卖行之一 如果有人迫切需要他呢 拍卖的话 我想应该有很大的上升幅度吧 按秒一 无疑生有一幅七巧玲珑心 瞬间就猜到了什么 各大圣地攻打此山 若是有大人物伤亡 回来之后 经文太古神药出世 一定会争相近拍 不错 叶凡笑着点了点头 白衣小尼古小声 咕弄了一句 千双 小妹妹 话可不能乱说啊 我这可是在救死扶伤 小尼古萝莉 皱着鼻子 给他翻了个白眼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想最高可以逼近三十万金元 姚月空做出判断 鼓动一声 李黑水猛咽下一口酒水 也是自己咽口水的声音 这实在是太惊人了 残缺的骨枝神药 居然还这么值钱 他忍不住问道 那龙吻黑金小剑价值几何 两位兄弟 你们就不能将这把小剑卖给我吗 我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价格 大夏皇子非常啃气 很显然 白衣小尼古真的很喜欢那枚 不足寸长的小剑 闻言大眼顿时扑闪了起来 妙依在修一种奇术 我却需要一柄 无坚不摧的武器 亦想收购下此剑 叶凡一番手 将那枚龙吻黑金剑 拖在掌心地给几人 让他们关上 不久前 天妖宝却有人送来一块 比指甲盖还小的龙吻黑金 被拍到八万金元 所有人听到都倒吸冷气 大地专属圣物果然昂贵的离谱 比同体积的神员 都不知道要珍贵多少倍 古之大地 所住的极道圣兵所需甚聚 绝不可能以这样的力状物来衡量 细想的话 一件极道兵器 不说内运的道与礼 单其材质就难以衡量 有多么恐怖的价值 难怪古之大地 便寻天下 都不见得能够收集到所需的材料 这也太离谱了 几人看罢小剑 大下皇子说道 此剑 毕竟粤语时间有限 原位达到出事的时机 刚刚初步搅置出盗鱼里而已 此剑不足以寸长 若是融成一块 与派出八万晶圆的内力 龙文黑晶相仿 考虑它运出了自己的部分法则 可以再加七万晶圆 李黑水说道 不会这么便宜吧 如果再考虑 是九俏诗人运生出的 是天地生养出的圣灵之剑 该可再加十万晶圆 二十五万晶圆 李黑水心中砰砰直跳 事实上 还要更珍贵一些 九俏诗人运生出来的圣剑 最高也许可拍到三十五万晶圆 不要说安秒一 就是大下皇子听到这个数目 都有些承受不住了 他们的身后 虽然有超级大势力 但也不能随意出手 乱收购息针 李黑水感觉有些晕血 三十万 加上三十五万 一下子就是六十五万晶圆 叶帆想了想 如果拍卖的话 我不想要普通的圆 可不可以兑换成一种圆 有些难度 谁也不愿意向外兑换一种圆 若是想换的话 我估计价值要缩水三分之二左右 什么 差众多 纯净圆对修为高深的人来说 效果极其微弱 还不见得有其自身体内的灵气浓郁度高 而一种圆就不同了 他们是浓缩的精华 对于高深境界的修饰来说 纵然对修行无大用处了 但用来恢复神力还是很不错的 六十五万斤纯净圆 如果兑换成一种圆 最终只能价值二十万基圆左右 叶凡真的太吃惊了 差不多如此吧 大侠皇子也这样点头 这 叶凡很无言 但是 他没得选择 不然的话 他进阶所需要的一百万金元堆在一起 那将是一座山 他如何去炼化 直接被淹没了 他唯一庆幸的是 元术有成 还可以继续在其他圣地十方赌石 愁其所需 应该没有问题 突然 当的一声 悠悠终声响遍天地 整座神城都跟着共鸣颤抖了起来 这种声 叶凡心惊 紫山无始终又响了 与上次一样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震惊无比 感受到一种 无与伦比的 轰大与磅礴 毫无疑问 各大圣主第二次攻打紫山 最终又逃顿回来 不知道这次发生了什么 月空兄 将古之神药开始拍卖吧 叶凡这样说道 而后 李黑水对叶凡传音 那枚狗肯固的人员果 也该拍卖了 第四百八十五集 神城共鸣 各大圣主横渡徐空 将无始终的音波带了过来 紫山 无始大帝已有大钟 镇在那里 近来引动天下风云 成为最焦点的所在 第二次攻打紫山 又以失败告终 圣帝损兵折奖而归 神城震动 半个时辰后 消息传出 三位圣主重伤 不少老辈人物 在无始终波下 成为鸡粉 行神俱灭 得西坠 结果后 一片倒吸冷气声 神城所有人都震惊 这一次 几大圣帝 与北域十三大口 达成协议 借助吞天魔馆 想要进入紫山 不想 依然失败 若不是关键时刻 上古吞天罐 挡住了无始终波 圣主皆威仪 龙闻顶 太阳神炉 虚空古境 要镇压所谓的抵御 这一次 依然没有被动用 半件几刀武器 终究是挡不住无始终 发生了这样的大事 几人自然无心坐下去 纷纷起身 酒宴就此散去 而妙依临去前 奕然一笑 古小弟 若是想卖龙闻黑金剑 一定要考虑妙依哦 仅仅过了数天 消息便传遍天下 世人皆惊 无始大帝留下了什么 一口中无人控制 还有这样的威势 实在是让人觉得恐惧 叶凡没有继续去赌石 静等天妖宝雀拍卖古之神药 这几日 他在李黑水的陪同下 终于将神城抓了一个辫 不得不惊叹 果然像是神奇一下的巨城 神城内 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极度奢华 也有很古旧的茶馆在路边 我猜测 下次诸圣帝 一定要动用极道武器 半只吞天管 根本挡不住中波 武士大帝 共产造化 他所留下的传承 没有人不眼红 诸圣帝 一定会动用极道圣兵了 在一座破旧的小茶馆中 所有人都在谈论紫山事件 茶馆虽小 但却没有人嫌寒酸 因为一些传说中大能 有时也会出没这样的地方 叶凡与李黑水也坐在这 等待即将到来的拍卖 一会儿 拍卖行的钟声响起 他们就会进入天妖宝去 诸圣帝可真是不顺啊 这次死的人比上次多 传言有圣主都众生吹死 这个真是天大的事件 前几天 不是切除太古谁要了吗 那个小子果然走了 狗屎运 现在拿出来拍卖 一定是一个拟天价格 叶凡摸了摸下巴 没有说什么 细心聆听 李黑水咕弄 卓教机会总是留给 有准备的人 狗屎也不是谁都能踩到的 我听说 东方外的大势力都蠢蠢欲动了 据说中州的四大不朽皇朝 竟有高手过来了 此话一出 多是一片倒吸冷气声 中州 自古至今 唯一天下中心 始终鼎盛 高手如云 管绝天下 除非有大地诞生的年代 不然 历来强盛于东方南陵 北渊等地 四大不朽皇朝 均临天下 并不是说 只有这四种古老的传承 而是以他们为罪 中州除四大七书外 还有一些古经 虽非大地所创 却也深奥无比 诸子百家争名 要是过来几位教主 或者皇主 紫山可真是大有热闹了 主圣帝 必要动用极道武器了 不然将失去先手 必须要在近期内有大动作 众人一边喝茶 一边议论 所有人都很关心 这些离我们太遥远 不是一般人能够触及到的 还是谈点别的 最近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 最终 这个话题终是被谈卷了 这些人开始说起 其他的事情 不死山的悟道茶 今年飞出来四十片茶叶 高于历年呢 可惜那株神树生长在不死山中 不然的话 那样的一株古树 每年将产出多少悟道茶叶呀 抱怨也没用 这种绝世西珍 唯有大人物们才能偶尔享用一次 对了对了 最近那个荒谷生体 闹得也很凶啊 四处竭虑 细节流口 诸圣帝年轻一代 都在抓他呢 但是每次都好像无功 叶凡听闻到这则消息 顿时笑了 一定是图匪找人在做这一切 他身上可是有万物母气呀 诸圣帝默不想抓到他 圣子起初释放追寻 你们可能还不知道 最新消息传来 卓神能惊掉仪底下吗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了 荒谷圣帝身边的那只狗 那可真是大放异彩 给诸圣帝 渴着劲的抹黑呀 叶凡听到这里 与李黑水面面相去 黑黄到底做了什么 他们细心聆听 那只狗 比荒谷圣帝还凶 四处咬圣帝的人 专门找年轻一代下口 诸圣帝 老辈人物在攻打紫山 年轻一代皆在寻找 荒谷圣帝 想多万物母气 大黑狗绝世凶狂 到现在为止不足二十铁 共咬了六十三人 全都是圣帝门徒 这也奇怪 这只狗没咬一个人 都会干嚎一声 一千金远 小子你明白 真不知道它什么意思 叶凡听到这里 多是满脑闷子黑一些 这只死狗确实在尽心尽力 不过太贪婪了 明显是对它干嚎呢 咬一个人 索要一千金元的报酬 这种狗咬的六十三人中 有四十九人是女弟子 现在 诸圣帝的女门徒 谈狗色变 叶凡暗中咒骂 这只色狗 最有意思的是 它叫嚣着 要受诸圣子与圣女当人丑 噗的一声 当听到这则消息 茶馆中很多人都将茶水 喷了出去 这只狗也太极品了 好强大的一只狗 跟圣帝交板 最新消息是 那只狗真的掳走了 几个圣帝门徒 叫他们 喊它为主人 结果那几人直接崩溃了 还有这样的事 听说 几位圣子正在全力 追杀那只狗呢 叶凡有些无言了 这大黑狗也太能搞了 果然是大放异彩 当立正 悠悠钟声响起 传扁神城 并不是吴史中 而是天妖宝雀的大钟 昭告神城所有人 将有绝世西针拍卖 每当这样的钟声响起 神城都会轰动 这次一不例外 很多人从天而起 向着天上的宝雀飞去 一会儿要小心了 我估计可能会有 圣主级的人物到场 李黑水点了点头 他们腾空而上 来到了天妖宝雀 云雾翻涌 宫点成片 这里有空间结结 比在下方看到的 要广阔很多倍 正中有一座巨大的宫雀 像是太古的巨人建造的 极其的高大与宏伟 犹如一座山一般 矗立在中央 这就是赫赫有名的 天妖宝雀 纵然来十万人都肯容得下 皆有座位 他嫉妒奢华 通体紫光闪烁 完全是以珍贵的紫阳石 铸成 流动着梦幻般的色彩 叶凡与李黑水到来时 正好遇到吴子明 与李成天 在他们两人的身边 还有一名气质不俗的 年轻男子 当见到叶凡两人后 吴子明的脸 顿时阴沉了下来 冷笑连连 吴兄 你在傻笑什么呀 难道有什么喜事不成 李黑水问道 对方明明在冷笑 冰寒刺骨 杀意弥漫 他却这样说 黑小子你别得意 有你们好看 李重天寒声说道 李黑水呢 并不在意 啊 难道你们还想 杀人越货不着 吴子明冷声说道 不要以为 懂得一点元术 就以为可以横行神城 有厉害的人物会 踩死你们 谁 想踩死我吗 叶凡 漫不经心的问道 第四百八十六集 有人会以元术 剁死你们 李重天冷笑连连 你们学的那点东西 不过是相间野术而已 在真正的元术 世家面前 屁也不是 吴子明也是讽刺 我们学的事不多 但有人偏偏向我们 送了几万金元呢 就是这两人将 九俏十人切开的吗 旁边 一个锦衣男子 衣衫华丽 隐约间有一种 傲气与自负 没错 就是这两个小子 行了 我记住了 我会去石方 将他们堵到脸绿 一生一世 都不敢再迈入这一行 锦衣男子 淡淡地扫了一眼 叶凡雨里黑水 而后 便没有再看第二眼 吴子明冷笑 你们等着吧 一场赌诗大战 就要开始了 只要你们出现在石方 就让你们连绿 锦衣男子摇了摇头 对付他们 也算赌诗大战吧 嘴角露出一丝 冷漠的笑容 除非袁天师再生 他看都不开 叶凡雨里黑水一眼 静自向前走去 吴子明与李冲天 对锦衣男子 极度客气 相陪在身边 急忙跟了下去 李黑水 斜着眼睛 看三人远去 拽上天了 这家伙是什么人呢 应该是 袁树世家的人 多半还是个 了不得的天才 叶凡望着 那个人的背影 你怎么确定的 此人的右手食指 隐喻间有 淡金色光彩呈现 这是点石成金手 真挚画镜的体现 这么厉害 能对付吗 试过才知道 叶凡平静的笑了笑 看你这个样子 多半能坑他吧 不好说 这个人很厉害 当来到天瑶宝雀前 腰月空 早已等候多时 将两个人 引到一个贵宾包尖前 位于楼上 可以清晰地观看到 拍卖大厅中的一切 此时 人山人海 也不知道来了多少修士 几乎坐无虚席 李黑水指向下方 赤龙老道也来了 在不起眼的位置上 赤龙老道端坐 与其他人坐在一起 周围的人 显然都不知道 他是恐怖人物 有好戏看 神耀价格绝对低不了 你看 诸圣地的人都来了 李黑水笑了起来 此次拍卖 将有很多真品 古之神耀注定是压轴大戏 突然 李黑水止住了笑声 我看到了我爷爷 他老人家千万别当冤大头 尤其是别惦记那枚 狗啃过的过时 十三大寇也有人来 可想而知 古之神耀多么的动人心惊 突然 叶凡见到几个 头戴龙关的人 心中惊讶 那该不会是 中州不朽皇朝的大人物吧 李黑水也注意到了 一定是为了紫山无始大地的传承而来 顺道来了神城 几名头戴龙关的人 一看就气宇不凡 并不是大夏皇族 他们进入一座贵宾包间 还有秃子 那边来了几个老光头 李黑水眼睛发直 这几个老秃头 红道烧好像有光环 西墨佛教的人 脑后生还 这可真是够恐怖的 同时他不得不叹 乌始大帝 威名震骨朔金 传承刚一出现 就引动天下风云 这些人 一定都是冲着紫山来的 几名老和尚 皮肤成胆金色 脑后生有淡淡的光环 走进一座贵宾包间中 消失了身影 叶凡在星空的另一端 听到过佛教金身之说 这几个老和尚 难道修成了金身 连西墨的人都来了 乌始大帝的传承 果然是震斗天下 影响可真够大的呀 忽然 他神情一致以神念传音 哎哟 那边 比青椒王还恐怖的存在 也来了 叶凡顺着他目光望去 见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 中年男子 皮肤白颈 身材奇长 容貌清渠 他是谁啊 自然就是北域第三大口 徐天雄 是徐元与徐亨的祖父 叶凡留意 记下了他的容貌 这可是一个超级恐怖人物 他亲手镇压了徐元 万不能暴露 不然将有大祸 不多时 叶凡见到了大夏皇子 与白衣小尼姑 他们陪着一个头戴龙冠 身穿金色龙衣的中年男子 走了进来 那个中年男子非常的神武 隐约间就九条真龙绕体 在黄金寨衣上盘踞 而在其头上的龙冠上 更有一个由龙起化生成的龙头 害人心神 李黑水一吃惊 这一定是大夏皇族的重要人物 龙起成形 举出了真龙之头 这是将太皇经 修到了极高境地的体现 厉害人物来了不少 绝大多数都不认识 金碧辉煌的拍卖大厅中 坐无虚席 一眼望去到处都是人头 现在 叶凡与李黑水都不担心了 诸圣帝都来了 那株残缺的神药 一定会排出天家 我已经打探清楚了 好像是遥光圣主负伤击重 主要是上次被孔雀王 以混沌宝印打伤了元气 这次在紫山差点陨落 叶凡不禁向人群中 一个不起眼的位置望去 赤龙老道坐在人群中 根本没有看诸圣帝一眼 果真是有恃无恐 上次去杀遥光圣主 他可是亲自参与了 还敢来到这里 不过想想也可释然 诸圣帝与十三大寇 都暂时和解了 借助上古吞天罐 攻打紫山 赤龙老道坐在这里 也就不算什么了 当的一声 悠悠神钟响起 天窑宝却安静了下来 拍卖即将开始 这时进出的人叫少了 该来的重要人物与大势力 几乎都到齐了 无需再等 最前方是一座黄钻龙台 轻盈闪烁 流转金灰 规律无比 完全以黄钻雕刻而成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走上龙台 宣布拍卖开始 十六名少女站在龙台两旁 出自天妖宫 自然皆为妖精 他们讹诺多姿 以妙杀遮体 将负责乘出拍卖物 最初成交了几件小器物 最高成交价不过两千金元 一切都波澜不惊 第四件牌买物 黄骨宝玉一块 底价一千金元 黄钻龙台上 白发老人宣布 一名妖精少女 脸部轻摇 发丝甩动 拖着一个紫摊牌 走上黄钻龙台 拖牌上 有一块古玉 光泽温软 纹络细腻 叶凡心头俱跳 这块玉太熟悉了 绝对是地玉 是巫师大帝留下的岁玉 他没有想到 在这里建道 被人拿来拍卖 底价才千金元 这简直是一个笑话呀 若是让人知晓其来历 不要说一千金元 就是十万金 都要强到疯狂 这块玉有什么将就啊 拍卖大厅中有人问 此玉有一种道运 疑似西年大人物的配玉 众人仔细观察 嘴中全都摇头 没有人报价 古玉上有模糊的烙印 正是九条龙脉中的一条 不过却只是一脚而非整条龙身 这块玉断裂的庙 只呈现了一脚山林 纵然见过紫山与九条龙脉 也无法认出 叶凡激动了 如今 巫师大帝传承惊动天下 若是被人认出 必是天大的波澜 此刻 叶凡的心情极其激动 比切除绝世西针还不平静 他报出了底价 一千金元 两千金元 忽然 另一座贵宾包剑中传来声音 与其针锋相对 叶凡听出声音 是与吴子明同来的锦衣公子 他顿时皱起了眉头 第四百八十七集 三千金元 四千金元 锦衣男子继续加价 里黑水不解 鱼块破鱼而已 你买它做什么呀 此欲关系甚大 叶凡没有办法说出 不然将是弥天大祸 他必须要得到 但却也不想当冤大头 十几万年前的骨玉 想收来把玩 既然他们也想要 就给他们好了 五千金元 超过这个价格 他们尽管拿去 六 那边报了一个六字 但终究没有喊出口 最终 叶凡以五千金元 购下这块骨玉 虽然多花了数千金元 但是绝对值 想出入紫山 非骨玉不可 这是吴史大帝 留下的唯一钥匙 若是让人知晓 必是尸山血海 流血飘路 他可打开 吴史大帝的传承 叶凡对吴史经志在必得 诸多大人物 都在天摇宝雀中 没有人理会 开头这些小器物 都在等待骨枝神药 却不知 与一块逆天骨玉 擦肩而过 也幸好如此 不然此地 必有精实大战 李黑水很不满 吴子明他们 故意抬家 针对我们 叶凡心情大好 并没有计较 日后在圣地 石方与他们论理 最终 终于迎来了重头戏 一个少女妖精 小心翼翼的 捧着一卷博书 送上了黄钻龙台 一位大能作画后 留下的手计 低价三万金元 白发老人高声传疑 呼的一声 拍卖大厅顿时沸腾 许多人神情激动 不少大叫的太上长老 纷纷出手 竟拍此物 四万金元 五万金元 老夫出七万金 八万 相当的火爆啊 这场面 一群老头子争相报价 许多年轻人 也只能演入 根本参与不上 这帮老头子 跟吃了春药以外 眼睛都红了 别乱说话 这个地方 说不定有人 可以截听到神念传音 最终 这位已经作画的 大能的手计 被拍到了 十二万金元的天家 着实让人择舌 黄钻龙台上 白发老人宣布 下面将有一件 古之西针拍卖 拍卖大厅中 顿时鸦雀无声 落针可闻声 十六名妖精少女 修为都很不弱 但此刻却通提示汗 喘气吁吁 柔弱无力 他们喝力抬来一口残破的大钟 能有一米多高 古旧无华 看不出什么 像是民间常见的中体 所有人都是一惊 这些少女都在道宫秘境 却如此吃力 足以说明此中的沉重 天妖宫的白发老人上前 亲手接了过去 将灰暗无光的大钟 迎上黄钻龙台 摆在最高处 展示给所有人 破了 已经毁坏了 众人哗然 大钟的一侧 彻底缺失了 严格来说 这是半口钟 一口破钟拿来作甚 有人不解 大声问道 诸位 你们不要小觑他呀 此乃 古之西真 白发老人 神色郑重 到底是什么呀 此屋 是被人在一座 废弃的骨矿中 发现的 存在的年头 无比久远 最起码 有五万年的历史了 世间古物多的事 不是岁月久远就珍贵 他 有什么来历吗 他可不是寻常的大钟啊 这是一位 一只脚即将买入 古之圣贤境界的 上古大人物 祭出的兵器 白发老人的话语落毙 拍卖大厅中 顿时一片嘈杂 诸多老辈人物激动纷纷报价 七万机缘 八万机缘 十万 在这一刻 纵然是诸圣帝都参与了报价 此中已经残破 不可能修复了 但依然残存有法则 值得大人物们研究 场面非常火爆 一些老头子不断大声加价 全都是超级大势力的人物 李黑水孤闹 这帮糟老头子 吃完唇药又打鸡血了 你也参与当中了 最终 这口残破的大中成交价 达到十八万金元 极其惊人 可想而知 若是完好 将有多么的珍贵呀 现在 拍卖最后一件西针 堪成绝石 因为再也不可能 找到第二珠了 白发老人感叹 亲自走下黄钻龙台 将一个洁白无瑕的玉顶 碰上高台 玉顶不过一尺高 上面加了盖子 严丝合缝 密封得很好 我想 诸位都已得惜 他是什么 没错 是太古的神药 被一位小友 从石中窃出 拍卖大厅 一片喧嚣 难以平静 很多人都站了起来 这次拍卖 就是为了这一珠神药而来 当然 许多人只是为了见识 因为不可能买得起 必然是天家 多半会落在珠圣地的手中 没有人可与他们竞争 白发老人将白玉顶打开 取出神药 虽然被封在冰雪园中 但还是由淡淡的心香飘出 让人神清气爽 淡蓝色的根莖 闪烁晶莹光辉 乳白色的药角 与人族没什么区别 只不过是小了很多而已 时间太久远了 这种人形神药 到底是什么名字 都没有人知晓了 当今之事 走遍大荒 恐怕也难以寻到 这样的人形神药了 他的包底价为十五万金元 所有人都倒吸冷气 此神药的确是绝食西针 但毕竟残缺的太厉害了 真正价值绝不会超过十五万金元 可是包底价格就直接飙到了这里 显而易见 成交价会很离谱 短暂的沉寂 许多人喊出高价 十六万金元 十八万金 二十万 连第三大寇 徐天雄都站了起来 喊出天价 一群老头子健壮 都坐了下去 因为他们知道绝对没戏 这也是圣主级人物的较量 果然 诸圣帝开始出价了 各大圣主有人亲自来到了现场 坐在贵宾包间中 李黑水大喜 女帮老头头也出手了 头脑勺 声有光滑的几名老和尚 直接将价格推到了二十五万金元 而中中来的几名头戴龙关的神秘大人物 更是一口气加了五万金元 叶帆倒些冷气 看来这些人真的想进紫山 就是在做准备 提前够得保命的神药 干脆 趁着这么多大人物在场 赶紧将那枚 狗啃过的果子也拍卖掉吧 不错 只要神药成交 立刻让天妖宝雀 拍卖那枚留下全尺的果子 我都要看看 会被哪位圣主买去 看他是什么表情 第488集 三十万金元 此话一出 拍卖大厅中一片寂静 将所有人都震住了 来自中州的大人物 以弃吞山河之时 直接喊到三十万金元 他们疯了吗 只知十五万金元的残缺神药 加了一倍元 大厅中 纵然是老辈人物也都变了颜色 遇上这种大手笔的人 诸圣地恐怕都没辙 贵宾包家中 中州的四名神秘大人物 神色平静 似乎内不是三十万金元 而只是一堆石头 他们都是中年人 各个气宇不凡 如天王将士 四人头戴龙冠 具有大气磅礴 射人心魄之士 他们的真正年龄 到底几何 没有人知晓 四位大人物 不属于大厦皇朝 因为大厦皇子 与小尼谷就在 另一座包家中 陪着大厦的一名皇叔 三十一万金元 来自西末的一名老僧开口 三十三万金元 贵宾包间中 一名头戴龙冠的中年人 从容报价 拍卖大厅一下子安静了 纵然是强大如徐天雄 也坐了下来 他虽是超级恐怖的大人物 但是论气原来还未够班 哎哟 一口气就加两万金元 真是启吞山河 不将援党一回事啊 到底是中州来的大人物 不朽的荒谷皇朝 统治亿万里土地 果然是无人可比啊 所有人都惊住了 小声的议论 中州有四大不朽皇朝 更有诸子百家 诸多古老的大教 他们到底来自哪个上古皇朝啊 看他们头上的龙冠 以及所穿服饰 应该是来自不朽的 古华皇朝 传承久远 鼎盛无比 他们绝对是冲着紫山来的 只在无始大地的传承 买神要报命 众人推测出他们的身份 就更加的忌惮了 不朽的皇朝比圣帝还甚 世间少有大势力 可与他们抗衡 三十四万金元 妖光圣帝报价 身为东荒的大教 对人行神要志在必得 在这种关头自然不甘落后 古华皇朝的一位大人物 再次开口 三十五万金元 不过呢 却也不像前几次那么生猛了 贵宾包兼肘 叶凡与李黑水相互看了一眼 按照妖月空给他们的分析 若有圣主攻打紫山重商归来 残缺的人行神要 可拍到三十五万金元 此刻 达到了这个数字 可是似乎还有上涨的势头 果然 荒谷江家有人寒假 将残缺的人行神要 提升到了三十六万金元 妖光圣帝继续加价 三十七万金元 妖光圣主受了重伤 需要这株人行神要疗伤 尽快复原 不然 拖延下去再次攻打紫山 他可能无法出席了 三十八万金元 古皇皇朝的一位大人物 爆出这个价格时古井无波 此刻 其他圣地与荒谷世家都不再报价 西末佛教的老僧也退出了竞争 四十万金元 妖光直接将这株神要推上一个整树天家 古华皇朝 一位头戴龙冠的大人物神色不便 四十一万金元 妖光圣帝沉寂了很长时间 不是不能承受 而是觉得再继续下去也不会有结果 对方来自不朽的皇朝 底蕴雄厚 若是志在必得 将是一场天家大战 四十一万金元第一次 四十一万金元第二次 垂音落定 最终 古华皇朝的大人物 以四十一万金元拍下人形神要 疯了 十几价值十几万金元 结果却达到这个数字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这个数字过于惊人 让人难以接受 圣帝 也有被人以试欺压的时候啊 种族的大势力果然不可想象 李黑水都有些沉默结舌 比预计的天家还要高出一级 确实出乎他们的预料 风云际会 机遇巧合而已 如果不是中州与西墨的大人物出现 绝不会有这样的天家 压轴西针 神要 一锤落定 人们议论纷纷 一些人站起就要离去 诸位 请留步 我们临时得到委托 还有一宗西针拍卖 黄钻龙台上 白发老人开口 还有什么呀 连神药都拍过了 难道还有更吸引人的东西不成 负责拍卖的老人露出笑意 我想在场很多人会感兴趣的 到底是什么呀 到底是什么呀 人缘 果 白发老人站在黄钻龙台上说出这样三个字 什么 许多人吃惊了 从十种切出来的人缘果 老辈子 老辈人物中有不少人都了解 相传啊 这种东西极其难学 除去元天师外 也唯有流淌有部分真龙血液的妖王 才能凭借天父神树发现 这种果实是大地杰出的甲龙珠 不错 白发老人点头 轰的一声 拍卖大厅中一片沸腾 所有人都坐了回去不再离去 人缘果 这可是严命的稀针啊 居然连这种东西也切出来了 很多年未曾听闻了 在场的人 默不吃惊 全都在议论 出了一株神药 接着又有人拍卖这种果实 让人择舌 人缘果 虽然比不上太古神药 但是也堪称西式珍品 谁告诉你比不上神药的 那是因为他还没有成熟 若是不断汲取天地精华 他可成为地命果 一成甲龙珠 不会比神药差 贵宾包间内 叶凡大掌见识 原来这种果实纵然生在石中 也是可以成长的 汲取日经月华 诸圣帝的人最不平静 尤其是遥光圣帝 错过了人形神药 德西还有人缘果 真是喜出望外 白发老人持一个玉顶走上龙台 将其摆放在最高处 诸位 请安静 取出来 让我们看一看 下方有人喊 玉顶被打开 一个有些破损的果实 被封在透明的玉器中 呈现在高台上 淡淡清香 沁人心脾 这枚果实怎么破了呀 在场的人都是修饰 各个神目如电 一下子就见到了关键所在 哎呀 被什么东西咬过 灵气流失的差不多了 这是败家子啊 这谁咬的 包天天物 人缘果实用来炼化的 怎么能下口 不被毒死才怪了 听到这些愤怒的声音 叶凡满脑门子黑线 又有了踹大黑狗一顿的冲动 这死狗真是会遭捡东西啊 不对啊 我怎么看着像是全齿意 该不会是被一只狗咬过的吧 这些人 眼神是个个犀利无比 许多老辈人物 眼睫毛都是空的 什么没见过 一下子认出了齿意 还真是狗咬的 这是哪只该潜到万挂的狗干的 这可是人缘果 谁这么混蛋 拿他喂狗 叶凡听到这些话 真的是没有办法言语了 关键时刻 还是天妖宝雀的白发老人 平息了他们的不满 诸位 这是从乡间收上来的东西 是一个老农 随手打碎一个石头发现的 自然不知道珍贵之处 那也不能用来喂狗啊 真是的 气死老夫了 这是什么事 天杀的败家子 一群老头子直击眼 诅咒连连 贵宝宝间内 李黑水狂笑 夜凡郁闷到无言 第四百八十九集 白发老人宣布拍卖开市 这枚人缘果 包底价五万金元 下方 读位时传来一片不满之声 如果没有破损 可价值二十几万金元 但眼下绝不会超过五万金 怎么包底价直接定到这么高啊 没错啊 灵气都流失的差不多了 话虽然这样说 但众人还是皱着眉头开始静将 虽然是被狗咬过了 但它的确是人缘果 是罕氏的奇珍 拥有续命的神效 当中要以诸圣帝最为别扭 有心放弃又不甘 尤其是摇光圣帝 当真是捏着鼻子抱架 六万金元 七万金 八万金 有没有搞错呀 这是被狗啃过的 还跟老夫争的这么凶 嫌弃的话 你就别争了啊 老夫报价 九万金元 李黑水笑得很欢 见到一群老头子 争一只被狗咬过的人缘果 他有垂地的冲动 可是呢 很快他的笑容就凝固了 他爷爷站起身来报价 九万金元 我我 老头子 你争这狗咬过的果实干嘛呀 他脸上写满了惊恶 叶凡笑了 这玩意仅次于神药 你该恭喜你爷爷才对 你站着说话不要他 李黑水没好气地答道 我说李大寇 你春秋鼎盛 寿元充足 跟我们争什么呢 一个老头子极其不满 李黑水的爷爷 不慌不忙地答道 这是为我孙子准备的 我要为他炼一炉灵丹 提升他的修为 咋的 你有意见呢 这李黑水张口结束 说不上话来了 刚才还在狂笑呢 到头来却发现 可能是他要享用这枚 狗啃过的果子 十万金元 就在这时 坐在角落里的 赤龙道人开口 声音并不高 还是平淡 当一群老头子 见到是他后都坐了下去 再也不肯开口 就连第三大寇 徐天雄都不言语了 要光圣地报价 十二万金元 也未有这样的大实力 无惧恐怖的赤龙道人 赤龙道人没有再报价 因为他实在是缺少圆 最终 没有人与遥光相争 都知道他们志在必得 人员古 以十二万金元的价格成交 遥光的人捏着鼻子 接受了这个结果 古华皇朝的四位大人物 偷戴龙关 气宇轩昂 龙行虎步最先离去 见他们出来 所有人都闪开一条大路 深深的忌惮不已 这必是进军紫山的 超级恐怖强者 随后 来自西末的几名老僧 也离开了天妖宝去 看着他们脑后的神还 所有人都心惊无比 人们知道 第三次攻打紫山 即将开始了 叶凡于李黑水 刚从贵宾包间走出 就见到了吴子明 李重天 以及那个锦衣男子 吴子明冷笑连连 自今日起 你们若是出现在圣地十方 会明白结果的 嘿嘿嘿 李黑水也冷笑 嘿 我记得你们说过的话 会堵得我们连绿 一生一世都不敢再踏足这一行 你明白就好 嘿嘿笑话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呀 我只想知道 你们请来的这位到底是谁 什么来头 锦衣男子直接走向前去 扫都没有扫他一眼 根本没有理会 只是对身边的吴子明 淡淡说道 对付他们谈不上对赌 顺手的事情 我这次来神城 是想切一块神缘回去 为我祖父祝寿 李黑水冷笑 看着他背影 好好好啊 那就在圣地十方见吧 赌石大战 看谁连绿 跟你们也算是大战嘛 锦衣男子 单单的看了两人一眼 直接离去 相间的粗鲁野树 也敢跟拓拔世家的人对比 昔日 袁天师都拜访过他们的家族 只要你们出现在十方 我们自然会出现 让你们知道什么才叫袁树 一阵相风袭来 来苗一路过 将有赌石大战吗 苗一 一定会去观看 哦 有这种事情 大侠黄子 与白衣小泥骨 也正好从贵宾包间中走出 闻听此言 顿时惊讶 前方 吴子鸣停下脚步 回头笑道 暗仙子 你若能来 自然是求之不得 这样的对决 也许会更有堪点 随后 他又向大夏皇子邀请 殿下 你一定要来啊 这位是古元术世家 拓拔家族的 精士天才 三年前 就已经在一座古矿中 寻到了神源 拓拔家族的人 大皇子一惊 这可真是最古老的 元术世家之一 相传可定龙脉 缩困山川 有人独自在古矿 寻到过神源 江家的人杰 江一飞走来 一身白衣 脸上带着儒雅的笑容 吴子鸣赶忙介绍 就是这位拓拔家的天才 在古矿中 独自切除了神源 锦衣男子也因此而停了下来 他即便自负于轻狂 也不敢无视 大夏皇朝 与荒谷世家的人 叶凡心中一动 拓拔家族的锦衣男子 果然很不一般 元术确实惊人 不然不可能切除神源 蓝妙衣 青丝飞舞 名谋善赖 无暇欲荣赏 笑颜动人 元术天才之间的对决 必会轰动神城 妙衣 一定会去观看 不错 我等必然前往 这将是一场盛事 说不定 会切除比太古神 要还珍贵的绝世西珍 大夏皇子 与江义飞纷纷点头 以言称要去圣地十方 观看元术对决 就连白衣小 尼古罗利的大眼 都一阵放光 锦衣男子拓拔昌 只淡淡的扫了一眼 叶凡 似根本未将其当作对手 不过 当着安妙衣 大夏皇子等人的面 他没有多说什么 我们在圣地十方等你 元术世家奇术 对决 相也 露数 这是吴子明 撂下的话语 李承天一回头 一阵冷笑 他们陪着 简衣男子拓跋成 扬长而去 小意思 你要是不将 他们的裤头都给迎来 你对不起我 更对不起他们 这是李黑水的话 他暗中传音 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有暴走的冲动 妙衣到时 一定会去观看 古风小弟大战神威 安妙衣浅笑 白衣飘飘 乘风而去 踩着云朵 离开了 天妖宝雀 这必然是一场 风云对决 不容错过 大夏皇子笑道 带着白衣 小泥骨离去 而后 江义飞冲着 叶帆与李黑水 露出友善的笑容 也就此远去 叶帆回到天妖宝去 领取拍卖所得 太古神妖 加上人员果成交价 共计53万金元 拍卖行 要抽取一成佣金 应提取53000金元 不过为了他们 减灭了3000金 叶帆实际所得 为48万金元 跟一座小山似的 他一阵头大 如果不换成一种元 根本不可能炼化 会被淹没在里面 不过 眼下还无需换成一种元 他还要去赌食 可以将这些元花飞出去 换来更为珍贵的东西 腰月空一再挽留 请他们喝酒 元属天才 对于各大势力来说 都值得拉拢 尤其是天妖宝雀 这样的排卖行 两位兄弟这边请 今天要好好地庆祝一下 哈 今天痛意异常 明天就去收拾那个拓吧 哪个拓吧 来自元术古世家 号称京士天才 比元天师还张狂 名为拓跋畅 原来是这个古世家 真的大有来历 走 我们一边喝酒 一边相谈 第四百九十集 拓跋家族非常古老 传承久远 有独步之处 与另外三个家族 并称为元属四宗 元天师一脉不出 无人可超越他们 元属古世家 人才济济 时有天才出世 被诸圣地看重 若是远况发生 离奇神秘之事 必会去请他们 这场酒夜 从中午一直持续到傍晚 宾主尽欢 叶凡与李黑水 这才告辞离去 天药宝去 一株残缺的太古神药 派出天家 轰动神城 毫无疑问 叶凡这个元属天才 让人陷艳不已 一下子收获了数十万金元 许多人都在议论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诸圣地的十方 一下子火爆了很多 尤其是道一圣地 每日间进出者不绝 不少人抱着同一元框 可能还会出第二株 太古神药的想法 叶凡与李黑水非常低调 闭门不出 因为神城内大人物太多了 他们不想在这个时候 再次成为焦点人物 中州 不朽皇朝的大人物 东荒的各大圣主 西末的圣僧 全都在神城内 还没有离去 过于高调 说不定就会撞在这些人手里 尽管如此 这几日间 还是有很多人在谈论他 能切出古之神药 怎么可能会被人忽视呢 虽未出来走动 但这些天来 叶凡却在神城 有了很大的名气 谈及元术与赌诗必要提到他 未出七日 圣城中的神秘人物更多了 中州 诸子 百家 各大教主都显现 这绝对震动人心 显而易见 他们意在吴史大帝的传承 横渡虚空而来 路经神城 一时间 东荒震动 连诸圣地都喊狼来了 因为中州太强大了 不得不让人心惊与防备 中州 诸子百家 各大教主亲离 纵然是东荒的各大圣地 也感觉吃不消了 竞争压力骤增 毫无疑问 第三次攻打紫山 必将石破天惊 终于半个月后 诸多大人物相继离去 前往紫山 为接下来的总工作准备 这半个月来 神城另一名元术天才 声名雀奇 拓跋昌 在神城阳明 不过十多天的时间 仅出手了几次 就展现出了 惊人的元术 诸圣地石方 白发苍苍的元师傅 都向他请教 聆听他传法 同时 城内出现流言 元术天才 古风 因惧怕拓跋昌 而闭门不出 不敢进入石方 初始 人们自然不相信 可是叶凡与李黑水 消失了半个月 一直没有再去赌石 流言 剑剑成真 到了后来 很多人都相信了 远古世家 经是天才 拓跋昌 来到了神城 另一元术天才 古风 避而不战 他不是切除过 太古神耀吗 有这样的大手笔 还不敢与人 对决元术 你懂什么呀 你懂什么 那拓跋家族 是元术圣地 代表了至高无上的传承 连昔日的元天师 都拜访过 城中 大街小巷 很多人都在议论 北域的中心 本就是以元为本 差不多所有人都懂元 关于石方中的一切 自然会流传的 很快很广 元术天才少年 古风连 酒窍石人都敢动 石人摆在那多少年了 没有人看好 结果他却切除了圣灵剑 这说明什么呢 拓跋昌的可怕 连古风都避战了 拓跋昌必有金石元术 传言他数年前 就已经切除过神元 时至今日 肯定会更加强大了 神城中 很多人都在谈论 拓跋昌没怎么出手 明起却已如日当空 当叶凡走到大街上 耳中听到了很多传闻 他没有想到 闭关半个月 会有这么多的传闻 李黑水冷笑 肯定是吴子明 与李承天散布的谣言 这样诋毁我们 抬举那个拓跋昌 在城中转上一圈 听到了太多的飞鱼 好像他们真的是 怕了不敢应战 哎 他们出现了 难道又应战了不成 切除了太古神药少年 又出现了 今日 要进入赌石坊了吗 肯定要有大热闹看了 有些人认出了他们 在后面指指点点 我说你们在议论什么呢 我们不过闭关了半个月而已 怎么谣言满天飞啊 李黑水大模大样 谁认识吴子明那个猪头 去告诉他 两位独圣出关了 叫他们赶紧来送援 所有人都瞬目皆说 如今满城流言 都在谈论 他们不敢与拓跋昌对决元术 不曾想这个黑小子 刚一出来就这样放话 哄的一声 大街上顿时传来一片嘈杂声 消息飞快的传了出去 毫无疑问 必将有大热闹看 许多人闻讯向这条大街涌来 那两个人出现了出现了 真的要有约束对决了 这一下有好戏看了 没错 就在前方大街上 看样子 有可能要去计较的石峰啊 这竟然造成了一种奇景 夜帆雨里 黑水刚一露面 竟惹得万人空想 聚集向一处 这条大街上人满为患 诸多喜好赌尸的人都赶来了 有人大声说道 顾兄弟 你们说的是真的吗 要与拓跋昌对决元术 李黑水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 刚才不是说了吗 谁去给吴子明那个猪头送信 不准备十万机员 别来见我 李太少我们不收 众人哗然 这黑小子底气太足了 不说袁蜀 单说吴子明几人的身份 也少有人敢如此啊 机甲十方 占地广阔 连绵成片 像是一片皇家园林 步入其中 骑食罗列 家木葱龙 小桥流水 景色宜人 诸多石料自然堆放 每个石园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景 有的石园水雾迷蒙 像是南遇水香 有的石园风树窑洞 似北地红叶飞霜 机甲十方 德西元属天才到来 如临大敌 若是其他人来 他们自然欢迎 上门是客 可是 叶凡与李黑水 上次切出太古神耀 剥开九窍十人 得到圣灵解 风波太大了 现在谁都明白 这两人元属高深 极其惊人 不说选尸必有其真 也快差不多了 这样的人到来 没有石方欢迎 若是从机甲天字号石园 切出什么绝水吸针 绝对会让他们肉痛 机甲十方的人 有心将一些天价七十收起来 但却不知道究竟哪一块石中有神物 不好选择 而且 若真的收起来 恐怕会让神称的人笑话 毕竟那些天价石头太有名了 少了哪一块都会被人发掘 叶凡在石园中迈步 连几十八重 根本未停脚步 一直向最深处走去 很明显 目标是天字号石园 这让机甲十方的人心头一沉 感觉到一种压力 没错 就像当年一带七人 袁天师纵横北域时 只要他出现 各大圣地十方 莫不信惊 如今 叶凡虽然 只在道一圣地赌过一场 但切出的东西太过非凡 竟有了积蓄 袁天师的威势 让人忌惮 李黑水向人询问 颇有赌胜气势 吴子民还有拓帽差 怎么还不来送援 众人一阵无言 这黑小子还真是强势 半个月来的流言不攻自破 这明显是要狠狠地还击 人越来越多 机甲十方人满为患 神城中很多人得惜 将有圆树大战 全都向这里赶来 不多时 叶凡来到十方最深处 这里有一片湖泊 碧蓝如水晶 灵气四溢 非常美丽 在淡蓝色的湖水中央 有一座小岛 方圆不过数百米 落英缤纷 栽满了花树 花树飘落片片晶莹 芬芳扑鼻 隔着湖面一样了过来 湖中的小岛 便是姬家的天字号师员 美丽得如同一方神徒 近乎梦幻 突然 后方传来一片骚动 众人纷纷地闪向两旁 让开一条道路 吴子明冷笑 你们还真敢出现 声音远远地传来 今日 袁树世家奇数 对决相间落树 袁树古世家的奇才 多怕长斗了 湖畔一片喧嚣 正主导了 人们知道 一场袁树大对决 不可避免了 第四百九十一集 湖泊淡蓝 明镜透亮 烂边草木丰盛 亭台点缀 景色秀丽 此刻 到处都是人影 也不知道来了多少人 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 一片嘈杂 吴子明大步来到近前 脸上带着冷笑 黑小子 你们终于敢露面了 躲了这么多天 暗耐不住了吗 李黑水 也冷笑连连 暗耐不住 我心激动 特地出关 向你讨园来了 十万级园带够了吗 手于这个数目的话 从哪来滚哪去啊 我们不收 胡盘 所有人都哑然 这两人上来就针锋相对 充满了火药味 这场袁树对决 一定会很激励 十万级园 拓跋兄身上有 但凭你们就不要妄想了 李承天耻笑 拓跋长很淡然 并没有理会这些 静静地站在那里 大量湖中的小岛 静看落鹰缤纷 花瓣晶莹 有十万级园就好 李黑水呢 嘴角带着一丝冷漠 怕对方空手套白狼 身上无缘 这样难有收获 吴子明笑得云淡风轻 你真以为拿得走啊 在我看来 你们拍卖灵药 所得的数十万金元 正好可以贡献出来 没错 拓跋兄的祖父 三百岁大寿在即 你们也算是送上一份大礼 多说什么废话呀 那就真正元术对决 看一看到底是谁来送远 旁边 所有人都在期待 这两拨人 底气皆十足 针尖队卖忙 且都是元术超级高手 今天 多半会真的切出 惊人的奇珍 没错 元术对决 切出爵士西珍来 让我们开开眼界吧 一切都是虚的 全凭切实见真章 现在就对决吧 所有人呢 都很激动 想看元术高手的手段 也许可以见到 世所罕见的 奇宝初诗 吴子明很高调 元术世家的奇术 当年元天师都曾赞叹过 今日诸位有眼福了 可惜对决想也漏数 李冲天嘀嘀的 咕弄了一句 但众人还是能够听到 怕得够摔得重 你们现在就使劲的吹 用力的贬吃我们吧 李黑水呢 心里这样想 不过呢 这些话并没有说出口 叶帆上前 要渡水进入 天字号石原所在的小岛 为了凑齐百万金元 如今他直选真实 一只旁若无人 没有扫过叶帆 与李黑水一眼的唾拔昌 此刻终于看了一眼叶帆 慢 叶帆停了下来 很平静的看着他 对方如此冷漠 他也不想多说什么 静等其开口 圣帝的天字号石原 是神圣之地 真正的圆树强者 是一路对决进去的 你想怎样 我们倒也无需 从第一层石原开始 就以这湖岸为起点 若切不出同等阶的圆 没有必要进神圣石原 比拼 吴子鸣附和 没错 如果圆树差距过大 拓拔凶根本不必浪费时间 李英如此 切不出同等阶的圆 还进鸡家神圣石原 做什么呀 那好 你选石吧 叶帆队他没什么好说的 虎别草木成片 停格矗立 不过石头却很少 鸡家的一位 元师傅上前 此地并无石料 只有一些 灵星的远景石而已 拓拔昌摇头 不 在我看来 此地的真实还是有些的 需要灰眼石珠而已 在场的人都惊讶 湖畔并没有石料 都是些常见的废石 作为圆景点缀 相伴古树根上 或者老藤边 叶帆与拓拔昌同时出手 在最为普通的石头间行走 动作飞快 不然的话 真有其实也必会被对方先选中 有人惊呼 手指点过的石头变成了金色 这是怎么回事啊 很多人瞬目结舌 拓拔昌速度奇快 食指不断点出 每落到一块石头上 都会把石料化成金色 犹如黄金筑成 这是 是今神手 当风造极之境 一名老人感叹 觉得打开眼界 许多人 还是第一次听说 自然更是头一次亲眼所见 拓拔昌的那根手指 像是有七亿的魔力 一路走下去 将数十枚石头 都点得通体金黄 直到他走出去 十几步远 那些石头才恢复成常态 让人不得不惊 叶凡心中也是一灵 对方果然是高手 赤金神手 以真挚化镜 可洞悉石头中到底有什么 突然叮的一声 拓拔昌停了下来 点到一块千疮百孔的石头 像是腐烂的木头 被虫子啃噬过 坑坑吧吧 他将此事拖在了手中 一路继续选石 不过最终没有换过 就选定了此石 许多人都不解 这是鬼烈石 几乎不可能出院 怎么选定他了 就连吴子明都忍不住提醒 叶帆来到湖畔 扫过一些石头 迟迟未有动作 这毕竟不是真正的石缘 只有一些废石丢在了这里 想选出一件真事来 有些难为人 不过 却没有人催促他 现场鸦雀无声 都在静静的等待 能切出太古神耀 很多人都对他有信心 叶帆绕着小湖走了半圈 看过所有废石 眼中突然一亮 他静止来到湖边 将浸在水中的一块人头大的石头捞出 仔细观察选定了他 拓跋长很干脆 没有多说什么 金色的手指一点 鬼烈石四分五裂 而后一道炫目的光芒射了出来 天蓝色的光芒非常瑰丽 映入所有人的眼帘 一块拳头大的一种圆 崩射光芒 如湛蓝的天空浓缩的精华 射出一道道蓝霞 这也是蓝钻圆 这样一块足以价值一千五百斤 纯净圆 叶帆也没有多说什么 轻轻一滑 石料应声而碎 同时一片赤霞撑起 应照而出 同样是一种圆 体积也差不多 如一轮火红的太阳 闪烁光芒 它名为火红圆 所有人都惊叹 圆树强者点势成金漫不经心 就各自切出一千五百金元 让人只能羡慕 却无法学来 好 尽岛 拓跋长没有多说 登船渡湖 在这里没有人敢飞行 只能老老实实地乘船过去 极家赌石坊的人 只能暗暗祈祷了 这样两位高手选在此地 是祸非福 叶凡与李黑水也登船 向着湖中的小岛滑去 真正的对决就此开始 让我们过去观战吧 站在水上 静静看着 许多修士纷纷请求 最终 姬家的人答应 诸多修士大喜 刹那将小岛包围 小岛方圆不过数百米 画数成片 许多都是数千年的古墓 苍锦如囚龙 画半飞舞 闪闪发光一片心香 岛上布置很讲究 林泉姑姑 七十萝莉 自然成井 与花树相伴相依 这像是一片室外仙徒 岛上有一个 肌肤如婴儿 发似如白雪的老人 独在花树间盘足 闭目不动 没有任何的反应 我们没有来晚吧 一群老人出现 全都鹤发童颜 精神绝数 年岁大的吓人 终于赶上了 幸好还没有开始 正是上次 在道一时方 关于叶凡切实的 那群糟老头子 这些人来头非常大 出自各大教派 不少人都已经 寿缘无多 没有人愿意惹他们 这群老人 得到消息后 跟打了鸡血一般 兴致勃勃地赶来 直接登道 鸡家的天字号石垣 本不能随意让人进入 但这些人都是老主顾 特意为他们开放 放眼望去 一大片白花花的头颅 第四百九十二集 碧月姐姐 让妙姨也进去吧 刚刚赶来的 妙姨发现了 姬碧月 向她请求 姬碧月轻笑 点头答应了 开了这个例外 江亦妃 妖月空 徐恒 金翠霄 大夏皇子 白衣小尼姑 等等等等 以及一些圣地传人 也都进入了石垣 众人默不吃惊 这次圆树对决 影响竟如此之大 引来这么多人亲离 不仅有老辈的民俗 还有相依妃 宛出圣子等 这样的圣地传人 一个老头子大笑 年轻人 这次不会又要切出 绝世西镇吧 另一人 更是直接上前 对叶帆说道 用不用老家伙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里的好东西 一点也不比 道一圣地少 有些石头 摆在这里 很多年头了 我们都很惦念 一直拿捏不准 足以比得上 九俏十人 听他们这样说 机家石方的人 脸色顿时变了 暗暗诅咒 这帮老户 吃饱了撑的 叶帆微笑 向他们表示感谢 在一株果树下 叶帆发现 一块龙手石 能有莫攀大 唯妙唯霄 隐悦见 有龙气缭绕 他大吃一惊 这块石头 它充满了震撼 这块石头 太不同寻常了 正常人都可以 见到些许龙气 就更不要说他了 尤其是 此时是天生的 绝非人为客程 自然成为龙手 让人不得不惊叹 一名老人感叹 怎么样 此时比九俏十人 还奇特吧 这可是一个 真龙的头啊 叶帆确实心惊 仔细观察后 他又捉摸不定了 此时表面 具有异象 龙气若隐若现 可是他却觉得 内部可能 有中空之汗 无法确定下来 一个老头子问道 这块龙手石 怎么样啊 标价十万金元 敢不敢切 这块石头算了吧 叶帆摇了摇头 他是真的拿捏不准 你要是不切这块石头 会让我们一帮老家伙 遗害一辈子的 一群老头子都窜夺他 我要是切了这块石头 我自己多半得遗害一辈子 叶帆坚决摇头 不值得冒险 另一边呢 也有一些老人 在热情的为拓跋昌 介绍天字号十元的天价其实 这块石头会响 李黑水惊讶 指着不远处灵泉中的一块 百余金的天甲奇石 此时通体成青褐色 青泉冲击在上 竟发出悦耳的声音 像是在弹奏琴曲 这块石头非常不一般 名为仙音石 我们一帮老头子 掩馋好几十年了 此时 只要以水浪冲击 就会发出妙衣 端的是异常奇异 让人想切开看个究竟 八万金元 这么昂贵 叶凡轻轻的敲打 刺耳倾听 最终皱起了眉头 这不像是圆框中出的石料 他苦苦思索了片刻 终于还是站了起来 这块石头如何呀 让我们念念难忘 一个老头子指向前方 这是一片向阳之地 没有草木 非常的干燥 只孤零零的摆放着一块大石 能有桌面那么大 李黑水一心惊 十二万金元 这也太离谱了吧 因为这块石头 它特殊了 天地生养了一幅道徒 你们去看一看 叶凡走到金钱大吃一惊 在这块石头上 烙印有一幅深深的八卦图 李黑水撇嘴 这肯定是认为 刻意上去的 是天生的 叶凡学过元术 自可辨出 心中很不平静 积家的神圣石园 这些石头个个非凡 怎么样啊 小有心动了吗 是不是要切开 让我们开开眼界呀 几名老头子极力怂恿 叶凡细细研究 认真观察 好半天后才说道 除了这幅道徒外 我暂时看不出什么奇特之处 小有果真震惊 那你再来看看 这块镇源之宝 一群老头子将它 引到另一边 这是一块很大的石头 能有两米多高 静静地立在花树旁 落花飘下 让它竟有一种 空灵质感 李黑水摇头 这块石头 价值数万节远 昂贵得过分 作然是切除谁原来 也不过如此吧 小有 你们可要看仔细啊 这块石头非常奇特 名为绝代佳人 一群老头子 对这块石头 极其地推崇 在这块细腻的石头上 天地生阳有一幅图 轮廓为一个美人头 虽然不清晰 但却给人以无限空灵之感 应是一个绝代佳人 有人推测 这里边可能封印着一个绝代佳人 透映出了轮廓 问叶凡敢不敢切 我来看看 叶凡围绕这块大石绕着走 不断地敲打与倾听 他真是被难为主了 极连看了四块天价 其实没有一块可以看透 他觉得可能都是中空的 什么也切不出来 可是若隐若无间 私有感觉可能会有精实吸针 这不仅让他皱紧了眉头 切吧 就切这块名为绝代佳人的真实 说不定会切出一个女圣灵出来 一个老人近乎诱惑 叶凡微笑 我要是真切出一个女圣灵来 神城中谁能镇压他 我看小友是动心了 这块镇源之宝真的不容错过 有些老头子比叶凡还伤心 极力劝说 几块天皆其时 个个非同凡响 为镇源之宝 连叶凡都无法真正看透 他越发觉得这门学问 博大精深 永无止境 昔年 元天师被称为 绝代其人大有道理 一眼望穿大地骨矿 纵横天下 但若圆中密 皆可洞悉 拓跋长一样眉头微粗 行走这片石园中 他也有了一丝压力 一些骑士迷雾缭绕 让他难以看穿 刀屿很小 方圆不过数百米 古树苍紧 但并不密集 每一株都似囚龙 老皮如龙鳞 枝头结满花朵 花瓣飘落 粉红的 洁白的 天蓝的 淡紫的 片片晶莹 芬芳扑鼻 这一项是神奇的净土 给人以宁静 洁凌圣神之感 尤其是 正中一株古树下 花雨纷飞 鸡家那个守护石园的老人 肌肤若婴儿 白发如雪 仿若一尊神灵在盘佐 许多糟老头子来到这里以后 都没有去打扰他 自始至终 此人都在闭目打坐 叶凡 与拓跋长绕行了一遭 看遍其实 在几株古老的花树下 相对全都非常平静 拓跋长说道 绝世西针以下不作数 若是输掉 除却十万金元外 连切出的神物都交给对方 正和我意 叶凡点头 当下呢 两人开始选识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认真观看 打下皇子 和妙姨 击碧月 将一飞妖月空 金翅霄等人 接向前走去 睁开神木 用心去感应 至于那些老头子 则更是快贴到两人身上了 走一步跟一步 浑浊的老眼中 全部射出身亡 一一扫龙中老太 各个龙惊呼猛 至于其他人都站在小岛边缘 鸦雀无声 静心观看 拓跋长细行动了起来 他整只右手都画成了赤金色 大步向前走去 逐一 像早已看中的 十几块骑士 按下 赤金身手 让他像是多了一种神诀 一切都可洞穿 他整个人的体表 都多了一种淡金色的光彩 与那些石头 相连在一起 所有人都震惊了 因为就在这一刻 一块块 骑士皆透明了 内部的一切清晰可见 谁都知道 原石特殊 最为强大的修士 都不可感知内部运有什么 而原石却如此神奇 打破了常理 第493集 这是袁天师的手段 西年传闻 天师一处十中五米 可洞悉一切呀 拓跋一组 七数金尸竟有如此手段 让七十都无法断踪 拓跋长果然是天才 这样的年龄段 就有了如此成就 将来也许会成为 北域第六名原天师 一群糟老头子都在惊叹 像是看到了绝代美女 眼中闪烁异彩 各大主意 至于其他人也都惊异莫名 很多人都升起了拉拢之心 北域出源 这样的人物 绝对是各大势力的座上宾 相比较而言 一夜凡则很平淡 似一片云在轻飘 紫花丛中穿过 轻盈手指轻浮 没有光彩也无异象 有的只是一种 松肩清泉石上流的自然 整个人非常的空灵 最终 拓跋长停在龙手石前 赤金色的右手搭在上面 与其相连在一起 许多人见到这一幕后都嘀呼 很显然 拓跋家族的天才 看中了此时 他神色格外的郑重 一群老人全部围了上去 此时陈列多年 一直没有人敢动 如今要是被窃开 将了了他们一桩心愿 安淼衣发肆轻舞 脸不轻移来到近前 儒雅的江亦妃 也出现惊讶之色 凑到前去观察 其实最难断 即便是原天师 也有粗眉石 更何况挡金之势 拓跋长的赤金神手 在龙手石上点下 他并没有变得透明 古井无波 唯有一丝龙起溢出 第二天 拓跋长连续落指 足足谈了365下 一道道神盲 没入龙手石内 同一时间 他自身也染上了 淡金色的光芒 竟与莫盘大的龙手石 连在一起 成为了一体 他闭上双眼 右手底在龙头 霞光流动 如神奇之手附生 他的右手下 浮现出一个宝轮 这是一个宝轮 无私缭绕 锐才分成 无论是一群糟老头子 还是阿妙医 大夏皇子 金赤霄等人 亦或是小岛外的围观者 揭露出金色 这是原天宝轮 可烙印出奇事之密 了解当中 阳生有怎样的奇珍 拓跋家的天才 让人吃惊 连这种手段 都还原了出来 据说 这可是原天师的奇数 了解这一切的老辈人物 没有人不变色 其他人得惜后 皆动容 此刻 李黑水也心头俱跳 对方原术这样惊人 原术对决 输若输强 还真的很难说 耍的一声光芒一闪 解一男子 拓跋仓倒退 原天宝轮 黏载他的掌心 光芒更加赤声了 像是一轮五色神阳 晃得人睁不开双眼 但是 所有人都没有闭幕 睁神木射点芒 捕捉原天宝轮上烙印下了什么 龙 天哪 竟有一条龙 天字号神识圣源沸腾 所有人见到这一幕 都惊叫了起来 冤天宝轮中 唠一下一条龙吧 这是真的吗 龙兽始终有一条龙 拓跋仓的掌心 冤天宝轮光芒闪束 在里面有一条龙影 摇头摆尾 不断游走 隐悦解 由一种害人的龙威冲出 让人瞠目结舌 所有人都呆住了 这近乎神缓 难道 要有一条真龙出世不成吗 鸡家人彻底变了颜色 他们找过绝顶高人 观看过园中的骑士 怎么会露下这样的绝世西针呢 不要说金齿霄 白衣小尼谷 向依妃等人 就是老辈人物也都激动不已 全都围了上去 诸多大势力的人 更是暗中向拓跋长传衣 开出京士天家 想要购买此时 我曾听闻 真龙为天地运生而出 难道龙手中 真的有一条持续长的幼龙不成 不管怎样 莫盘大的龙手中 一定有绝世西针 与真龙有关 每一个人的眼神都无比的火热 还有些来历大的 吓人的老头子后悔不迭 当初曾看过此时 但终究还是舍弃了 拓跋长身上的淡金色光彩慢慢淡了下去 手中的圆天宝轮消失不见 他轻轻拍了一下龙手石 我选此石 现在没有人怀疑他的元术 种种手段展出 绝对有了一丝圆天师的风采 李黑水一叫苦 难怪悟空一切 还真有咀嚼式元术 现在可是大事不妙了 不用他说 叶帆已经感觉到了压力 对方选择了龙手石 且还以圆天宝轮映照出了真龙 如果是真龙 无论切出什么锡针来 都根本比不上 除非切出一个仙人来 叶帆面无表情 在石原中走动 选择一般的石料肯定不行了 必须也要切出一个金石神物来 眼下 可选择的还有仙音石 八卦道徒石 绝代佳人石等 他皱了皱眉头 站在几块 镇圆其实间思索 真龙如仙 不离凡尘 不应如此才对 说不定是别的东西 我只要切出绝世西针 应该可以与之抗衡 叶帆站在八卦道徒 骑士前没有出手 只是绕着他走了几圈 不断的思索着 显天八卦道徒非常隐人 自然天成 望着他有一股道运流转 万法皱依的感觉 不过叶帆最终还是走开了 来到了绝代佳人 骑士前 用手摸缩 而后轻轻的敲打 他的动作非常有韵律 手指清零 像是几个精灵在跳动 划出一道道优美的轨迹 一个老人劝道 小哥你没得选择了 我看就选这几块 阵缘之宝吧 拓跋家的天才选中了龙首石 你也只能从同层次的骑士中选择了 没错 如果他真的切出来一条幼小的真龙 你只能切出一个女圣灵王来 才能比得上 叶帆已经平静了下来 思索良久 终究还是放弃了绝代佳人石 向一旁走去 你到底能不能选出来害怕了吗 吴子明见叶帆还没有选出石料 干扰他的思绪出言打击 乡下露树 也想与圆树圣地的奇数争锋 自不量力 可笑啊 李重天一冷笑 井底之八坐井观天 凭什么与拓跋兄相提并乱 这样的人如果也是袁树天才 对拓跋兄是一种侮辱 闭上你们的鸟嘴 你们这是在干扰严重破坏袁树对局 吴子明嘲讽 他选不出石料已经胆气了 还不允许我们说吗 李重天一放肆大笑 即便他切出去之来 也比不上拓跋兄的龙首石 我可赶紧认输算了 免得还要花费天价来买石料 还没有切石料 已经是活药味十足了 双方线形争吵起来 周围还有不少复合者 拓跋长冷漠地开口 不要说了 任他选时 我要让他输到无地自容 叶凡文言回过头来笑了笑 赌石欲元树这一领域 一切都有可能 即便是自认为看到一条真笼 说不定也只是梦幻空花 他来到灵石畔 将仙音石从水中捞了上来 轻轻以浮动 水济干涸 青褐色的尸体在阳光下自然而拙朴 叶凡觉得 这块石头最古怪 不像是出自圆框中的石料 但却给他以特别的感觉 众人安静了下来 落针可闻 因为他们发现 叶凡的神色无比郑重 定是要施展元树了 忽然 叶凡的双眸射出两道紫光 洞穿向这块石料 天哪 这是原天神诀 破皇之眼 原天奇术 以神诀洞悉时中一切 这可是逆天的手段呀 所有的老辈人物都震惊 安妙依 大夏 皇子等人 以心绪起伏 全都走上前来 吴子明 李重天等人 得知什么是原天神诀后 全都闭上嘴巴 不再出异语 突然 大道天音响起 让人一阵沉醉 像是有一种无上大道 从仙界传来 那块石头莫名发出了奇异的声音 与叶凡的原天神诀共鸣 响彻这片石原 这像是一段莫名的经文 悠悠到来洗地人的心灵 岛屿中心 那株粗大的古树下 晶莹花语纷飞 那名如神灵般的老人 耍的一声睁开了双眼 扫了过来 无旋此时 叶凡平静的话语传出 第494集 大道天音久久不绝 天价切实拙朴无华 让人沉迷 叶凡选定此时 话语铿锵有力 传遍小岛 很多人都被惊住了 这块石头竟有道音传出 被原天神诀激发 响出天地界 实在让人惊异莫名 当下一些大势力的人 纷纷传音 要以天价收购 此时包括诸圣地的人 全都极力拉拢叶帆 在场的人都很吃惊 这果然是元树大对决 两个天才都选出了 让人震惊的石料 绝对会有非凡的东西切出 居然有神秘填音响起 难道说是一部古经不成 传言大夏皇朝的太皇经 就是从石中切出的 大道无边高远而深邃 让人有沉沦进去的冲动 说不定会是一部仙经 没有人不变色 全都惊献不已 密切的关注着 小哥 你这次要是切出好东西 可不能忘了 我们这帮糟老头子了 一群老人眼神热气 激动的直搓手 他们推短 多半会有京式的东西出现 若真是古经 将引发一场天大的波澜 诸圣地都坐不住 如果不是岛屿中心 那株古树下盘坐着一个 肌肤如玉的老人 恐怕已经有人 抢夺这两块石料了 切实 快切开石料 很多人喊道 都希望 立刻得西到底有什么 绝世西针出事 技家的人脸色难看无比 这样两块石料太珍贵了 若是切出京式瑰宝来 实在让他们心疼 当选出这样一块石料后 李黑水终于 尝出了一口气 觉得多半可与龙手石媲美 吴子鸣冷笑 什么奇珍比得上真龙 纵然切出西式的神物 也不可避免地输掉 将送给拓跋雄 没错 这等鱼 是在向拓跋雄送大礼 切实 李黑水没有理会他们 只吐出了两个字 现在只能切实乱输赢了 此时此刻 所有人都很紧张 皆在关注 都在等待龙手石与仙音石内运的 瑰宝厨师 短暂的喧嚣后 这座小岛快速平静了下来 鸦雀无声 落花之音清晰可闻 叶凡做了个请的动作 你先来 这一男子拓跋长并没有说话 取出一个五色瘦皮囊 里面插着十几把锋锐的小刀 形状各不相同 原术古世家非常讲究 切不同的原石用不同的刀 拓跋长将一把银色的龙刀取出 神灰点点 屈在手中 咔的一声 第一刀落下 他斩下龙脚 轻轻一划 成为一片尸粉 里面什么也没有 咔嚓一声 响声不绝 拓跋长不断落刀 动作清零而优美 不像是在动刀 倒像是以手指来起舞 即近乎到 富有一种美感 从这一切细节也可以看出 拓跋长在援术这一领域 造诣极深 有尽道之感 龙鳞如花片片飞舞 坠落在地 发出速速声 硕大的龙头被切下三分之一 地上积了厚厚一层石血 此刻 尽到了极点 没有人敢打扰 全都屏住呼吸观看 拓跋长全身贯注 银刀如龙天地寂静 唯有他以银刀起舞 又像是在弹奏一首乐章 时间在慢慢地过去 他的动作越来越慢了 也越来越轻柔 唯恐打破这种安宁 破坏龙手中的神物 所有人的神经都绷紧了起来 近乎快窒息了 眼神一顺不顺 凝望场中央 锦衣拓跋长成为绝对的焦点 叮的一声脆响 如龙尹九天 在众人的耳畔回响 引刀收住悬在空中 一抹神秘的气息蔓延而出 龙气 龙气冲了出来 许多人睁大眼睛 被切开的龙手中 有一缕缕龙形的气体溢出 非常的诡异 黑小子你们玩了 此时一定会切出震惊当时的神物 吴子鸣冷笑连连扫向李黑水 刷刷刷的 拓跋长运刀如飞 忽然加快了速度 节奏提升 石血如雪 纷纷扬扬 当最后一声轻响发出 墨盘大的龙手石被彻底剥开了 除了一地石粉外 只剩下一颗碗口大的圆珠 它呈暗青色 没有光滑 但却有一道道龙气缭绕 内部像是有什么东西 破壳而出 这是龙珠 没错 像极了龙珠 是天地生养出的瑰宝 里面可能运有真龙 这是天地交代生出的 小岛一下子沸腾了 所有人都神色激动 唯有姬家人 没有笑容一脸的凝重 快 等不及了 赶紧切出爵士戏针来吧 我破切想看到幼小的真龙珠 是 所有人都在催促 连大夏皇子与白衣小尼谷都不再矜持 挤到了最前面 按妙仪 与金赤霄等人意识如此 拓跋称将龙珠拖在手中 并没有继续切下去 回头看向叶凡 该你了 叶凡没有多余的话语 手中光芒一闪 多了一枚脆许长的黑色小剑 粘在指缝间 那是龙纹黑金剑 是从九窍使人中切出来的圣灵剑 所有人都沉默结舌 这也太奢侈了 叶凡要以此圣剑来切石了 而这个很多人都彻底无言 吴子鸣嘲讽 有什么好显摆的 到时候什么也切不出来 我等看他一脸的菜相 龙纹黑金圣灵剑 如乌玉一样精盈 自然天成 被叶凡夹在双指间 在仙音石上不断滑动 石皮快速飞落 他以此剑切石 是为了以防意外 上次切九窍使人很危险 若不是及时后退 就被冻穿了 叶凡 双目中紫光闪耀 化成两道光束 落在仙音石上 龙纹黑金圣灵剑 随着两道紫光而游移 飞快斩动 悠悠妙音忽然响起 从石头中传出 所有人在七代 想看看到底会有何物 叶凡的动作很清零 同样具有美感 如一首活着的乐章在跳动 龙纹黑金圣灵剑 化成一条黑龙 盘绕飞舞 到底会是什么 能比得上龙珠吗 难道真的是一部古经 噓 金圣 没有嘈杂声 刀屿分外的安静 不知道何时 神圣石源的守护者 那名老人撑起一片光木 似是怕有西针顿走 叮咚一声 玉尔的声音发出 叶凡以黑色小剑猛的一阵石血飞舞 仙音石彻底被抛开 一个玉剑出现 上次的黑色小剑出了圣灵剑 这次会是什么呢 突然 妙音响起 不是大道天一 而是让人沉醉的仙月 让人心神都欲沉沦 当叶凡将玉剑抓在手中 仙月才停止 天地间才安宁了下来 场外 传来一片惊呼声 方才很多人心神竟失守了 在这一刻 所有人都非常有默契 年轻一代都退后 一群糟老头子上前 随时准备出手 因为很有可能会出现 不同寻常的东西 为了防止意外 老辈人物准备联手压制 叶凡示意 你先来 拓跋长没有多说什么 小心翼翼 以银刀向龙珠落去 暗青色的石珠 硬声裂开 红的一声 一股强大的气息冲了出来 让人心胆结缠 龙威害人 龙 我看到了一条龙 飞出来一条真龙 许多人大叫 全都震惊无比 盯着场中 几乎忘记了呼吸 石珠中 冲出一条半米多长的龙 在空中飞舞 龙威肆意 非常的惊人 第四百九十五集 不对 是龙气化成的 并不是真正的龙 当平静下来后 人们看清了那条小龙 并非真身 龙珠已碎 里面空空如也 拓跋长的脸上写满了石望 太可惜了 只有一缕龙气 没有其他东西啊 哎呀 这只是天地运生的 一股精气 有了龙形而已 并不是真龙之气啊 许多人都摇头 与气带相去深远 落差太大了 很多人都叹气 吴子明攥紧了拳头 为什么会这样 李重天也极度失望 猛力地跺了跺脚 唯有李黑水摇头大笑 令吴子明他们脸色铁青 真龙不临时 可惜了这枚石珠 在这个世界是不可能运生出真龙的 若是有仙界 毫无疑问 时间已到 此株必化真龙 机家那位守护石渊的老人 说出这样一番话语 然后便住口了 龙气即将散开 消失在天地间 大厦皇子一步冲了过去 非常激动 此龙气我要了 一万几元 他抬手进过空间 将那道龙气拘禁了下来 众人露出意思 大厦皇朝传承有太皇经 里面记载有功伐圣术 黄道龙气 想修成此功 除却自己天赋异禀外 还有一些秘法 想来 此龙气对他大有益处 拓跋成点了点头 没有开口 花十万金元 买一下龙手石 却没有切出绝世西针来 对于他来说 是个打击 元天宝伦 映射出石中的真龙 结果却真如叶帆所说那般 梦幻空话异常 拓跋成竞力场中 没有任何的表情 轮到叶帆切玉剪 他没有迟疑 向后退去 挥动黑色的小剑 枪的一声 将抛开了玉壁 叮咚 鲜月响起 光彩炫目 场中央一片璀璨 让人心惊搖曳 仿佛有什么魔性的力量 在让人沉沦 这是仙玲珑 可惜呀 一个苍老的声音 充满了遗憾 这样说到 不过几乎没有人听到 玉剪抛开后 露出遗物 射出九彩悬光 不过激卵大 浑原天成 上面生有九孔 欲风而鸣 这种月声极其神妙 让人忍不住迷嘴 很想捧在手中 仔细聆听 有一种近乎妖性的力量 他通体晶莹 九色分成 一场美丽与炫烂 像是世间最珍贵的瑰宝 小岛忠心 古树下那个仿若神灵般的老人摇了摇头 可惜 错生凡尘 千伯 请问这是什么 许多人询问 根本不解 就是那糟老头子也都不知 看向鸡家神圣石园的守护者 这是仙玲珑 若是有仙气滋润 可摸可下部分道之印记 是天地生成的仙术啊 鸡家的老人摇头 这个世间 到底有没有仙都不得而知 怎么可能寻来掀起滋润它呢 到头来也只是一个乐器中的宝贝 与修行无关 一些糟老头子惊呼 竟然是仙玲珑 我听说过呀 的确 如鸡家石园守护者所说的那般 此物错生凡尘 若是生在仙界 被仙气滋润 将是一卷天书 烙印下天地的部分纹罗 二极 只是在将出世时奏出了大道神医 不过也止于此了 若无仙气再也不可能出现了 太可惜了 不然这真的是一部古经 还有可能是镇室的仙家经文 为什么会这样啊 错生凡尘 没有人不遗憾 不然的话 这将是一部天道仙书 是一场莫大的机缘 叶凡将仙玲珑拖在整心 晶莹而温润 韭彩光滑闪烁 如果赠给凡人中的帝王 必是传国归宝 可是 对以修饰却没有任何用处 他切出的仙玲珑 与石株中的内缕龙气一样 属于积累 没有什么大用处 也只能算是个稀罕物而已 拓跋昌 以十万金元切龙首诗 他以八万金元切仙音诗 都等于打了水漂 不具有价值 古风小弟 妙依对鲜玲珑很感兴趣 不要送给别人 一定要为妙依留下哦 安妙依暗中传疑 柔弱罪人的淳风 赌石就是如此 白赌九十九空 纵然袁鼠惊人 遇到其实 也可能会被蒙骗 所有人都心生感叹 这两个袁鼠天才 都一样走眼 平白花费出天家 其他人可想而知 圣地的天家 其实 每年都会给他们 带来不菲的手艺 向来是稳正不配 若是能够切出西针 龙首诗语仙音诗 也不会摆在此地多年了 有不少人凌然 告诫身边的朋友与友人 圣地为了利益最大化 才开闯十方 若是有一点把握 这些骑士 也不会被送到这里来 各大圣地 不缺少石中高人 此刻 叶凡与拓跋昌都很平静 且快速做出了反应 冲向其他镇源之宝 叶凡十几步就来到 绝带佳人骑士前 而拓跋昌则冲到了 先天八卦道徒骑士前 我选这块石头 叶凡直接扔出了 十五万金元 勾下此石 我身上没有圆了 但我以拓跋家族 第一传人的身份 在此立下字句 数日后 必将圆送来 拓跋昌刚才花费了 十万金元 身上已空 所有人都沉默结舌 不知道这两人为何如此 简直像是想抢石 没错 似乎是争夺绝食圣物 其实 绝带佳人 能有两米多高 静静的立在花树旁 落花飘下 让他竟有一种空灵之感 价值十五万金元 其实 八卦道徒 能有桌面那么大 桌朴而自然 导致印记 仿若嵌在石中 价值十二万金元 他们疯了吗 为什么刚切空 又开始抢石 所有人都不解 唯有鸡家人 镇定自入 如果再切空 几块天价石头 他们的手艺 就更大了 两人迅速的开始切实 运刀如飞 石血像是雪花一般 漫天飞舞 老头子 我打开眼界了 几块这原之宝 在有生之年 都将被切开 撩却了一桩心愿 而对绝代佳人 这块骑石 也凡一点也不温柔 龙纹黑金剑 纵横披斩 像是在抢石间一般 若是内运有奇真 在不伤他的前提下 这个速度 已经是最快了 几乎片刻间 偌大的一块 骑石就被抛开了 可惜 绝代佳人 骑石内部空空如也 这次连个鸡肋 都没有切出来 什么也没有 与此同时 拓跋昌也将 八卦道徒石彻底抛开 除了留下一地 石粉外 亦是什么都没有 刹那间 两人快如闪电 扑向了其他石料 镇原之宝还有五块 他们的目标很明显 飞快冲了过去 一人又占据了一块 第四百九十六集 叶凡选中的石头 名为仙虎 一米多高 行似一个葫芦 有人推测 内部可能 殞生有葫芦籽 为绝世喜珍 价值十万级元 拓跋昌选中的石头 壮若一头熊虎 似于破空而去 名为白虎飞升 价值十二万级元 小椅子 你疯了 李黑水不解 暗中传一 这也太疯狂了吧 刚才的仙衣石 与绝带家人 总共付出了 二十三万金元 结果平白打了水漂 而此刻 叶凡却像是根本不在乎 又丢出去十万金元 好像中了魔咒 不计后果 不是我疯了 而是这里 有一块疯狂的石头 避允绝世细针 若是切出来 一切都值了 拓跋兄 你 你这是怎么了 吴子鸣与李冲天也开口 不过 拓跋家族中的天才 根本没有理会 再次在石刻上 刻下欠资后 快速的开始切石 姬家 当然不怕他会赖账 当今之时 还没有人敢扼姬家 即便是元树古世家也不行 离黑水不解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叶凡已经花费了 三十三万金元 正在快速的切仙壶这块 其实让所有人都感觉疯狂 一时间解释不清 以后再说 他与拓跋城都感应到了 此地诡异 必有一块让人疯狂的石头 他们元树精湛 都有了一丝 原天师的风采 无论是原天宝伦 还是是原天神诀 都寂静呼道 可是他们却被蒙骗了 被一种诡异的气息干扰了判断 非同寻常 两个人都在第一时间 想到了元树古迹中提到的一种情况 此地必然运有精识之物 无论是拓跋家的宝典 还是是原天师留下的无上元树 都有清晰记载 绝世系真通灵 可干扰元树师的判断 让他们总是切错识来保全自己 这就是传说中的石王 一定孕育出了无法想象的圣物 两人一个修成元天神诀 另一个修成了元天宝伦 超乎想象的敏锐 都觉察到了异常 捕捉到了诡异的气息 那种通灵的精识吸针 要是切出来 所有花费都能够不偿回来 因此不计代价 切最有可能出现生物的石头 现在呢 已经不仅仅是叶帆 与拓跋昌对决 还在与一块精识七十斗法 疯了 他们真的疯了 所有人都张口皆舌 两人已经花费了三十几万金元 却根本不在乎 似乎还要继续下去 大夏皇子与江亦菲等人 出自不朽的皇朝与永村的世家 见到这一幕 也都惊意莫名 纵然是他们 也承受不起这样的代价 安妙依美眸闪动 果然是轰动神城的元术对决 这一切太让人震惊了 连最为安静的白衣小泥骨 大眼睛都扑闪了起来 满是不解之色 此地有石王 一些骚老头子很敏感 一下子猜到了这种可能 天哪 若是有石王 就是切出来古今打地圣物 幼小的真龙 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一群老头子都变了颜色 一下子散开了 四处寻找 似乎也要加入进来 仙虎与白虎飞升这两块 天甲石头被切开 依然呢 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 所有人都凌然了 圣地的石房 果然是深坑 跳进来就很难出去 会越险越深 却切不出东西来 李黑水都心惊肉跳了 小野子 不要再疯狂了 你居然 还在雪石 叶凡又扔下十二万金元 堆在地上 如一座小山一般 精英闪烁 他再次开始选石 镇源之宝 还剩下三块 标价都在十二万金元 这一次他没有立刻下手 而是耐心的选择 拓跋长同样疯狂 在一块青石板上 刻下欠资 快速的冲了过来 选择石了 太疯狂了 这都是太疯狂了 很多年未有这样的豪赌了 一只数十万金元 真是心惊胆颤的 所有人都震惊了 这一切太疯狂了 众人沉默结舌 此刻呢 叶凡共计花费了四十五万金元 连眉头都没有皱衣下 最终呢 拓跋长先选好了石调 正是天甲其实中的一块 名为神月 这块石头像是一弯月亮 非常的特别 两米多长 通体有点点晶莹光泽 石料很光滑细润 为罕见的原石预料 在阳光下流转光彩 真如神月一般 拓跋长快速落刀 没有任何耽搁 石皮脱落 如玉制的石皮纷飞 这块名为神月的天甲 其实不断的变小 忽然 一道神盲之宠而上 照亮了整座岛屿 将淡蓝色的湖泊 都映照的一片晶莹 光芒璀 神圣气息冲天 让所有人浑身毛孔 书掌通体书台 像是被仙灵气包裹了 这是什么呀 切除了神物吗 在这一刻小岛沸腾 所有人难以平静 都疯狂了 这宗东西太惊人了 石头裂缝中 透出来的一缕神盲 就已如此 那可想而知 必已是绝世细针 拓跋长无比激动 放慢落刀速度 小心翼翼 生怕切坏什么 一个人头大的石球 被切了出来 一道道神盲 从缝隙中射出 薄薄的一层石皮 已经挡不住内蕴的神光 这枚石球 竟悬在空中 根本不沉落 天哪 神远 竟然是神远 没错 神远 总有人头的 连老辈人物都沸腾了 这种神物 世所罕见 诸圣地都无比渴望 最保守估计 其价值绝对在五十万金元以上 当一个老人说出这样的价值后 众人无不到膝冷气 这就是神远 人头这么大一块 就比得上普通纯景园 堆积起来的一座山 拓发长 没有将那层薄薄的石皮剥落 他怕晃下自己的眼睛 纵然是这样 射出的数十道神盲 就已经让整座小岛一片璀璨了 连蓝色湖水都在闪烁光滑 他忍不住大笑 神远出事 盛程已经有多年未见了 这绝对是轰动性的消息 让人震惊 李重天哈哈大笑 黑豪大 我看你们如何翻牌 就凭你们也想与元叔世家争风 这辈子都不用想了 这样的一块神缘 你们拿什么来比 吴子鸣一逢刺 我早已期待你们的菜馅了 终于等到 看你们脸绿的时刻了 所有人都疯狂了 全都在大声的喊着议论着 神缘太惊人了 李黑水也呆呆发愣 现在一点脾气都没有 神缘出事将他都给震住了 此刻唯有叶凡还算平静 在这个世上 神缘并不是最珍贵的东西 真实中还有更为神圣之物 听到他这样说 蚌妙一 大夏皇子 江义飞小尼谷等人全都忘了 老辈人物一转过身来 而更多的人则是摇头 有人同情 有人幸灾乐祸 这样一块神缘被切除 想要翻牌 势比登天还难 吴子鸣讽肆的大笑 那你 切除一宗神圣之物 给我看看呀 给我看看 好吧 今天我来试试看 也许真的能够切除更为珍贵的东西来 叶凡平静说来 此话一出 那十元子一下子静了下来 所有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安妙一 美眸转动 惊讶无比 白衣小尼谷更是眨动大眼 小嘴张得很圆 一副很可爱的样子 吃惊地盯着他 就连金赤霄 晚出圣子 妖月空这样心智坚定的人物 都露出了 惊异莫名的神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